啊 住手 拜見少爐 拜見少爐 少爺終於找到了龍君已經認識了 分別錯希望您能不計其次回歸人們 你們老公是何祖真爺 做的是我龍門 我真與勾還無期 你小壞蛋 有瘋神 不是 不是 在幹什麼 龍君 龍君 他突然調戲我 龍君 龍君 你可替我走走啊 父親我沒有啊 我是冤枉的呀 還不快滾 你不靠 不及他龍門半路 如今龍君也是一道 龍門後職員 向您能回龍門解釋大絕 龍門契約 自我成語被逐走之後 並在散盡 下一分鐘之內從我眼前消失 總比鬼鬼不客氣 你不要動我女兒 跳上這門了 放開他 放開我女兒 媽媽來教你 我不要動我女兒跳上這門了 您大笑話呀 我哭得我心都軟 不就是三百萬 這樣 只要你答應陪我睡一會 這錢我就跟你操了 為什麼 不是我聽不出了 你不能對我這樣 這臉不要臉 啊 心不就是我現在有伴了你 啊 月啊你沒事吧 這不是那個林家的廢物罪訓 就憑你也敢來 月啊 回生你 這當然是救救我女兒吧 還是會明明啊 林大笑話呀 你說我前面有 我當然不能做事 這樣 想讓我救你女兒也行 跪著跟我道歉 我就答應救你 陈玉 求求你了 快給微笑道歉 讓你看眼睛 看別女兒就死了 我可以給你跪下 不過你受不受得起 就看你的命夠不夠硬了 哈哈哈哈哈 陈禹啊 五年前你把玉柔從我身邊搶走 那時候我就發誓 一定會死我 哈哈哈 魏少 陈禹都已經跪走了 現在你可以救我女兒了嗎 把這口彈給老師舔乾淨 答應就 是會的 你不要欺人太甚 老子欺負了幼兒 你什麼樣子 為什麼 只要你能可以救我女兒 你讓我做什麼都可以 哎琳娜笑話 我怎麼忍心你做這種事情 為什麼 難道 你當意就念念了 可以 不過 我要讓你當著你老公的面 把衣服脫光了 然後叫我一雙好胳膊 哈哈哈 好 我脫 我現在就脫了 哎 雲若 我有問過 換了 給女兒說 沒事 別走 呦 你 陳韻 難道你為了念念 真的都忍不了嗎 女兒都快死了 你知不知道 有氣勢 雲苗 念念不會有事的 我一定會救她的 我決定了 既成龍門 拜見少主 拜見少主 少主 這是龍門的至尊黑卡 裡面有一百個業 龍軍已經把龍門藥業規劃到您臨下 作為你回歸的賀禮 龍門藥業 是龍軍駐資反應被煙坑新成立的項目 已經在尋找各大家族活躍了 林家的五千萬合同已經準備好了 林家的合同 你讓別人去掃 另外 我在黃小英黃村的海中這些 你親自幫我舉出來 我要給你給我準備一份驚喜 我是少主 公共少主 公共少主 哥 燕姐有救了 你跟我弄費 還有臉過來 你知不知道自己扛了多大的火 林先生 你把話說清楚 我腦裡頭罪你啊 我問你 你是不是把衛少給打了 現在衛少要我們臨時解除合作 好幾千萬的合同 對我打水槍來 那是他火蓋 商道先欺負一群 下次我再重點他 我一定廢了他 衛少是林玉樓的前男友 他們兩個在學前緣 就是你手兵當的 這是爺爺的意思 我算你趕緊把劉慧死去穿了 或許爺爺才能發發慈悲 由你放棄 你死了心了 來 念念呢 念念 念念被他們帶走啊 都怪你都是你害的念念 語說你別難過了 我一定會把念念找回來的 林珊珊 不是說這次肯定能把林玉柔送到我 為少別心急 合同準備了 今天晚上 林紫柔 哎 林氏耀夜即將 如今羅門耀夜的白夜相 已經啟動 要分一倍鐘 請捨回聲吧 爺爺 衛少那邊已經表態了 也要林紫柔 願意 陪衛少一晚 那五千万的合同就给咱们了 卫少真的是这样说的 五千万 足以上天下 多难关啊 当然是真的 没想到 林玉柔跟卫少分手这么多年了 卫少还对直面面不忘 真是 你如果想到 你可以自己去陪卫少 我才不去 我可是清白之声 不像你 我先一个都陪那个废物设了五年了 对了 记得呀 在床上 要相依 卫少可不喜欢死 比如四年前你未婚先孕 让林家在烟城 能不能笑兵 现在 这总算能为林家做点事 你要好好把握 别失望 我不要 好好准备一下 待会爷爷亲自送你过去 这是你最后的一点价值了 希望你好自为之 你要不去的话 就别想见到你那野种女儿了 书院怎么样啊 你们把那野藏在哪里了 你要答应去陪卫少 我就带你去见小野种 一种 林家营呢 你不能日生事外 我这也是你的办法了 我这大运突然你念念看见的 爷爷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为什么 林玉头 其妖艺的崇拜再次一比 必须去 要求你们自己去 那我别爱的事 没人能逼他 陈宇 你这个看懵懂 不好看能跑这干什么 赶紧给我滚出去 来 把他给我撞出去 我去睡觉了 我去睡觉了 慢点爷爷 他搅黄了我的单子该不会是来道歉的 狗就是狗 只要你跪下来道歉 本小姐就不跟你计较了 一种 你不能当应他 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陈宇 你走吧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 以后怎么能保护我呢 日游 你要相信我 我一定会找到念念 带你们离开这里的 你给我站住 今天拿不到龙门药业的核桃 你休想再淋雨了 他这一条 就算想拿到核桃 那个本身 要是我们拿到林家 你能放过黑柔吧 一条看门狗 也能拿到林氏药业的核桃 谁给你的勇气 林先生 你说话最后给我客气一点 少在我面前言什么抗力情深了 啊对了 这条裙子 这条裙子很性感 让你的老婆穿上 今天去陪卫尚 让卫尚 让卫尚好好的 你疯了 凭什么打我 你敢不说老婆 打的就是你 废 你自己先 胃上伺候好了 你們要你的合同葬首我自然不行 我還有一個情侯 放過陳毅 他還是叫我念你 你還有點提要求 陳毅他講話了我臨家的合同 還敢打戰身 我千萬放過他 你不放他走了 我是不會娶你 龍門腰野的合同 我同意你的要求 還不敢回去換衣服 你不敢回去 林老爺子這麼著急賣的球肉 這樣是端出去 我被各個家都吃香了 混蛋 你這個白眼哪敢對我不敬 不要再說快想你今天認錯 我合作之妖 更無需認錯 給我十分鐘 我會幫雨柔拿到龍門腰野的合同 你不敢喘我 你怪我改變主意 出不了林家大名 好啊陳毅 既然你這麼想保護林玉柔這個賤人 那我們來打個賭 十分鐘之內 你要拿不到龍門腰野的合同 你就跟林玉柔離婚滾出林家 可以 要是我拿到了 如果你拿到了 我就把總經理的位置 讓給林玉 我給你十分鐘 不管你有什麼辦法 但是我要你一個億的特技合同 來林家 好我知道了 林氏要業五千萬的合同作費 立刻換成一個億的特技合同 立刻送給你家 是 林大小花 和狠的養在身上 唱 征服 哈哈哈 你這個廢物他不是瘋了吧 他一個億 你欠過這麼多錢嗎 龍門腰野的合同 就憑你一句話就想著人家給你送過來 真是一不可知 看龍狗到底是看門狗 就是啊爺爺 那些個大家族都擠破了頭 想跟龍門腰野合作 他以為他是誰呀 一個必然化妝的 陳雲 是我的看總演 我沒想到你是這樣嗎 你讓我怎麼放心把年年交給你 立刻 我沒胡說你 這幾年 你和念念跟著我受委屈了 不過你放心 從今以後 我會保護好你和念念 讓你唱我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兒 你這個肺部追去 在我們林家吃了幾年軟飯 這尾巴都翹起來了 陳雲 我林家 的名門世家 甚至取得與龍門腰野的合作 就憑你一句話就能得到 別吃驚我那麼想了 陳雲 我討厭你死要面子說大話 太被我失望了 玉蓉 你再耐心等一等 很快就會送來了 陳雲 陳雲 你這演技啊 勿章演員真是可惜了 高手 玉蓉 趕緊掛上山上文宜準備的禮服 爺爺 這次送你過去 等等 時間還沒到 還有一分鐘 爺爺 就讓他呀在裝火逼 給他這一分鐘時間 如果時間到了 合同還沒到 就把他的腿打斷 給他扔出臉去 只會說大話的廢 怎麼打斷你的腿 林大笑話 我來接你啊 怎麼會是他 林大笑話 我來接你啊 衛少大驕光臨 腦不惶恐 快靜靜 我已經迫不及待 想要見到玉蓉小姐 林大笑話 原來不一樣 哈哈哈哈 一如這丫頭啊 剛才被水崩了 把他耽誤了不少時針 讓衛少久等了啊 為了伺候好衛少呀 林一如還專門準備了性感小禮服 保證讓衛少 性質安慢 哈哈哈哈 啊 衛少 這龍門藥的合同 林老爺放心 就衝著玉蓉小姐 這一個一的特技合同 咋就給你們驗子啊 驗 好 啊好 玉蓉啊 我這就把驗驗的治療費安排上 那衛少 那我和龍門壽主的事 可笑勞您都費心了 我這清白不深 可是要留給少主的 山山小姐好 在這燕城 還沒有我貴和靜板的道理 等我嫁進了人呢 我一定伺候的少主 下不來窗 探掌了農民藥業 臨時 要背後平大了 這臨家的送子 打得可真想念你 不過你確定 再繼續救你國色 也想幫上我們小姐 小姐 你看我給你這事 你不過是臨家一定要看門口 你再敢亂咬著 我弄死你 放開我 你廢物 你女兒還在我手上 林玉蓉 快讓她放開 再讓你不想救你的女兒呢吧 陈宇你快放開她 你們兩個還真是表情 陪我天生一頓 你今天敢動我一個手指頭 我要你吃不了我都要走 林山山 我本來不想跟你計較 但你要再敢羞辱於肉 我絕不了你 林大笑話 該收拾東西跟我走吧 從哪來 滾哪去 你就是給林家的費用追訓 憑什麼這麼夠 看來生子揍你還不夠狠 還想試試我的缺頭 如果不夠硬過了今晚 你老婆就是我的人 知道他想跟我生子嗎 都沒有同時過 哈哈 小小廢了你第三條腿 弄我幹嘛 跟我揍了 大膽 我是龍門少主坐下龍尊夜英 龍尊哪人你怎麼來了 這個林家的廢物追訓 大言不差的說要廢物 他罵我就是罵他們龍門 我超久然打一頓給您出現 不是 龍尊大人 你打我幹嘛 不是讓你來弄 不是來讓你苟葬人是仗是欺人 這份合同 我只給林小姐 讓這份龍門藥業特技合同為您送上 呦 他愣著幹什麼 趕緊從龍尊大人手上接過合同啊 這份合同 我只給林小姐 讓這份龍門藥業特技合同為您送上 讓這份龍門藥業特技合同為您送上 龍尊大人 這份合同 當然是給你們的 還真是好像龍門少主怎麼會看上他 龍尊大人 一定是他施展了什麼 胡魅招數 魅霍少主上了他的團 他就是個破鞋 開根成語這個廢物 有一個小野種 林先生 你不要隨口喷人 還說你不是破鞋 你準備這麼騷的衣服 我就是為了給立少現身吧 你還真是人盡可福 只是沒想到龍尊大人 也喜歡玩別人睡 放肆 竟然感覺少主不盡 小心我割了你舌頭 別罪 余悠小姐 這份合同你一定要收好 另外我還帶了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 這 是龍門的海洋之心 海洋之心 這難道就是傳統中 價值上映了一枚 藍色新型紅色項鍊 快讓我看看 這是林少親自挑選的禮物 丁你我一定要交給林少爺手上 其實你能隨便碰的 龍尊 這禮物太貴重了 我不能收 玉柔 既然神家送你的 你就收下了 這項鍊 真的很配你 你戴上一定會好看 陈宇 你懂什麼 先不說這海洋之心價值過億 你可知道 傳說中 這海洋之心 可是另一間龍門家屬所有 而且只能送給他的妻子 如果我要是收下了 那我成什麼了 那還不怎麼樣 你是我老婆 這兴許 這龍門的規矩改了呢 再說了 這就是塊石頭 就算他價值十億 也不欠在我身上 不 玉柔小姐 這份禮物我已經帶到了 請您現金保管好 代下告退了 先別走 剛才 你這位狗腿子為什麼說 要我老婆回答一塊 還是要倒掉我兩個頭腿 真是膽大抱怨 陳先生 是我遇下無方 再下降無限的 至於如何處置這 省眠事下 我說要廢了他第三條腿 這很公平嗎 公平 合理 哈哈哈 啊 玉柔 快把頭都給大家給我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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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這河路肯定是假的 常常無門藥業 怎麼不敢這麼重要的客戶 要給你過去了 你這是 你少不掉本場 這個是龍孫親手奉上 嚇了 那有什麼 說不定那個夜妖 就是你們兩手 挑選請來的林氏 還有那個海洋之心 立法上買來夾貨 我們林氏沒有一個人認識 龍門藥業的高朝 你們隨便找個人來護鬧 也是合理的呀 我沒有林先生 不要冤枉人 林玉柔 那不是虛了吧 那你倒是說說這個合同 你是怎麼得來的 在夜市 因為我們林氏有勢里的人 大有人在 為什麼偏選我們合同 林先生 你自己沒本事拿不來合同 還在這大放絕合 那你別忘了 你怎麼看 他應該叫他 真是 我這個 你聽我聽他們野家 你放在哪這 我一定會努力的 爺爺 既然我已經拿到了合同 你就讓我去見見見吧 好在人機醫院 我已經給你一天 打了五十萬診療費 我們快走吧 去人機醫院 等一等 人生 你沒忘了還有一件事嗎 剛才你說過 如果玉柔拿到合同 你得把總經理的位置讓出來 說過又怎麼樣 就憑他的能力 也配當總經理 真是笑 算了 能做到念念的下落 我已經很知足了 不行 如果臨時要約的總經理 說話都算數的話 就讓人笑笑大牙了 陳語 你也不撒謊要照照自己 你竟敢罵我 這就是你連人的大不敬 你夠了林莎莎 你雖然不像一副總經理 那你身為臨時要約的總經理 不能說話不算數呀 要是我沒拿到這個合同 你們也不會告訴我念念的下落 然後我 早就給你們趕出理家了 爺爺 這件事情 還請您做主啊 好 當我們至極是抓緊時間裏經合同 其他事情 日後再印 爺爺 林玉柔 就憑你別想跟我鬥 你不覺得我 你不覺得他 你不覺得我 你不覺得他 你不覺得他 這麼小 你在哪兒呢 趕緊來醫院 你的小野種太不行了 哎幹什麼 你那麼誰呀敢推我 你你想死啊你 不是孩子我父親 快看 你好大的膽子 不僅家庭一起做把管 你這是在殺人 你你別瞎說啊 你睜大眼睛看清楚 這是什麼啊 媽 你也太過分了 那你還沒死 你怎麼能擔心我簽字呢 還有你 我們已經交了治療費用 你們不想辦法機器治療 憑什麼這樣草菅人命 機器什麼呀你們還好意思說 你們都已經欠貝三天了知不知道 再說了我們這也不是什麼慈善機構 既然交不起費用 趕緊收拾東西回家啊 媽 爺爺給你轉了五十萬呢 這是什麼錢 不知道啊 再說 就算爺爺給我錢了 那我也留點養老嗎 我還納悶 你為什麼過來主動照顧你 原來你是為了貪圖爺爺給念念的五十萬救命錢啊 錢 那話別說的那麼難聽嘛 我養你這麼大 你又給過我什麼 再說了 你當初一非要嫁給這麼一個廢物 吃了我們家的穿我們家的一分錢都沒孝順 反正讓我們家遭人孝頌 我就是拿點錢那也是應該點 媽這是孩子的救命錢 我求求你了 你還給我吧 哎呀我實話告訴你 錢我已經用了 一分都沒有 什麼 媽 五十萬呢 你是不是又去賭了 這是要念念的命啊 哎呀玉柔啊 我勸你省省心 我醫生啊 醫生說這個爺爺活不過三天 那還沒浪費的錢呢 你說 我的女兒 真的活不過三天了嗎 媽可不媽 所以說 治不治療已經意義不大了 我勸你吧 趕緊把孩子接走準備後事 你說萬一真死到我們醫院裡 我們也不好交代 再說一遍 現在醫學這麼發達 怎麼隔得一點希望都沒有 你這孩子他得的本來就是絕症 而且錯過了最佳治療窗口 這孩子也是夠倒霉的 看著你這樣沒用的爹 那不等死還能幹嗎呀 哎 我再問你一遍 他有沒有能救 除非 除非你能找到國內挺尖的化身衣 那以前還有一線生機 你這化身衣 你說黃金 哎你可以呀 還知道神衣化重景啊 哈哈哈哈 我不放 別人知道了 沒什麼用 這化身衣 神龍見守不見鬼 你找不著 他就算你找上了啊 你化身衣也不可能給你這個窮鬼治病啊 羅元治病 哈哈哈哈 你一個連住院費都交不起的一個窮鬼 你還給化身衣打電話 他就來 你叫做我得了 哈哈哈 哎 要不這樣啊 咱來打一堵 你要是 叫我來化身衣 你就給我跪下 蹦蹦蹦我看三個想頭嘴啊 好 要是我能叫他來 你想跪下 就算是爺爺 賭就賭就 就有你好看的 玉柔 看到了嗎 這也就是你找的男人 不吹牛能死啊 天下第一號 我林佳的臉都被丟進了 玉柔 你願意相信我嗎 我最後再相信你一次 希望你不要拿念念的性命給我 你看你的手機給我一下 你給我手機幹嘛 我手機閃貸了 又死人了 一個大男人話費都交不起 哈哈哈 我看他就是呼籲的 啊 待會兒電話打通 他就說哎呀 人家化身衣 不接莫生號碼的電話 哈哈哈 玉柔 你還要跟這個廢物在一起多久啊 趕緊跟他離婚 我在求他爺爺 給你找個有錢人再再嫁 這個野種死了剛好 少了個脫油瓶 那更好嫁 媽 這種話你也能說得出來 難道那爺爺不是你的外孫女嗎 承宇 你出去打吧 我不想跟你們丟人見 媽媽 年年是不是要死了 不會的 年年不會死的 我和爸爸一定會救你的 媽媽 外婆說 年年是 賠錢過小野種 還說我把媽媽的錢 還關了 我不想再治病你了 我不想再挖媽媽的錢了 年年不是想想我 相信媽媽 年年不會有事的 年年 你跟爸爸 爸爸這句叫我來救你啊 老承 我女兒走了絕招 需要你出生 別急 哎怎麼樣 這發真衣是不是不經常 你從網上電話 你這樣整了個真事兒給你了 人家走了 倒是半小時列到 裝皮裝子個真的 天天貴話年篇 也就是傻鬼那信你 嗨 一招打號碼是空號 今後最後再招 你太讓我失望 打的好 像他這種不要臉的廢物就是欠打 月柔 趕緊跟他離婚 讓這種廢物寬出林家 我說什麼來的 這化身衣什麼人啊 是你說的警惹了警惹的嗎 你這種惑色 你趕緊把這個說 你胡說 我爸爸不是騙事 我要爸爸陪 念念 爸爸不會走的 爸爸 會一直陪在你身邊的 爸爸我好 再堅持一下念念 爸爸給你找的醫生 馬上就到了 你好 請說你女兒的情況不太好 神經醫院的院長是不紅 他的吃虎就是大冰冰冰的事 我已經拜託他提化神衣出身 你趕緊回來一趟 幫的省城處理人們有夜的合作 謝謝爺爺 趕快點安靜好我就回去 啊 既然爺爺找你那就趕緊回去 讓這個廢物在這一個人 守著這個爺爺走吧 这孩子的病是被耽搁了 而且长期错误有要 才导致病落高荒了 万一你就来了 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你们两个给轰出去 你瞧吧 别动了 你省你多年了 不要你院长想见都不见得到 这不是你从哪儿 花点花点花点钱从里这天上给付了 没办法 老夫行医术十年 全都是医术 从来不需要很多自作证 院长 这个是个骗子 不知道从哪找来一个老不死的 敢冒充化神医 想来咱们医院照耀动天 轰走 鼻子 重大东西 是 师傅 什么风要把您给轰 不知道你大家光临 好 月长 我有眼无珠 不认识华晨医的尊重 你你打人不计小朋友过 别和我一般见识啊 我回顾你这个背 不认识华晨医术不计 而且毫无医德 你被解过了 还不过 不不不 业长 不不业长 我错了 求你饶了我 我能没有这么工作啊 啊 能够这些 业长业长 师傅 有您出山 这孩子的病 肯定了之后 我就不打扰你了 每天再给你排罪 业长 我去搜索 我去搜索 换了好 我女儿的病还有质吗 少女放心 就是打断我这边老骨头 我也把小主的病治好 只是他现在病的有点重 我得带回去 既然如此 那去听你的 年年你要听话声音的话 爸爸我会听话的 等我好了你会来接我吗 我会的 少女放心 出不了一个月 我就还你一个活不乱跳的女儿 女儿 华神医 拜托你救救我女儿 只要你肯救我女儿 我愿意为你当牛做马 少主 您少主 您这是折扇老夫了 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 我一定竭尽全力 还你女儿一个健康的体魄 陈宇 以后别和爷爷顶嘴了 今天华神医能来 都是爷爷的面子 好 你在医院签照顾念念 爷爷让我现在回去 上来合同的事情 哎 林玉柔 你还磨叽什么 怎么还没到 好 爷爷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 林玉柔等你回来 好戏就要上演了 爷爷 龙门药业这次的合作 绝对不能让你林玉柔来负责 他职位这么低 如果让他来对接 对方会觉得太过亲了 可这合同 毕竟是龙门亲自交给你什么 如果不让他父子 怕是不好对龙门那边交代 您多虑了 您眼人都看得出来 林玉柔怎么可能会有这个能力 只要我们放出风雪 让大家知道 林玉柔是靠出卖肉体得来的 对方估计面子 肯定不会说什么 有道理 爷爷 这次能拿到龙门药业的合作 是我们的性命 但是陈宇的做法很不正常 他这个人不得不乏 我觉得 他能入坠我们林家 肯定是别有东西 肯定是吗 天嘉 人家常常 你让他搞病 林玉柔 你永远都不够 龙门药业的合同 只能广 以骂 叫你来是同志宁先生 龍门药业的合同 龙闪山山全全负责 你孩子不是冰了吗 好好照顾害你 合同的事 就不要操心了 您说什么 这合同 是龙曾亲手给我 到头来 让户劳而后坐享其成 我不同意 分那么轻干什么 都是自家人 林荣 你作为长孙 太让我失望了 这事 我已经这么决定了 爷爷 他太不公情了 放肆 你敢质疑我 林荣 既然你口口声声 把公平挂在嘴上 我现在就给人机医院的院长打电话 不要再关你女儿的事了 不要爷爷 我这就把合同给生存 珊珊 明天你又再给合同 去东门药业 早点签子 早安心呐 啊 放心吧爷爷 我明天一大早就去 林荣 你是逗不逗我的 我劝你啊 趁早死了这份心 你这辈子呀 都只配给我提醒 珊珊 我从来没想我跟你 是你凡事都要针对我 我真的很难闷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我当然是为了林家好 我也是林家好 我做任何事也是为了林家好啊 爷爷可不这么认为 自从你嫁给陈宇那个废物之后 你胳膊肘往外拐 吃力排外的事情做的还少吗 林珊珊 你不要学口看人 我要是真的有二心 我大可以把合同转给其他家 哪怕我只拿三成 那也是三千万 但我是林家人 我没有 爷爷 你都听到了吗 还好你有先见之明 让我来负责合同 否则交给他的话 不知道他会卖给谁呢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对人家有二心 看错你了 爷爷 防人之心不可无 您要是不信的话 一会等林荣柔来了 您说完事 走了之后就躲在那边 听听他到底说了什么 爷爷 我没有 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 住 现在没认识 有这样的变 你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从小到 那么喜欢你 你竟然 我得用这种想法 你现在就够滚 你回来了 快来吃饭吧 你怎么哭了呀 你今天去那房 是不是说合同的事 我都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爷爷已经让我把合同 给林珊珊了呢 哎我以为多大事呢 你放心 是你的东西谁也想不动 陈远你干嘛 你不要再说大话了 我真的很讨厌你这一点 哎 林珊珊 那个人怎么像 那个坠续解剖 还真是他 那个废话的这两个是他 啊 林珊珊 你这来的还挺懂 你是不是觉得合同不是自己拿的 所以心理太棒 有改变 这是对商业合作伙伴的尊重 是最基本的社交礼仪 你懂个屁 说的还挺专热 这还找个外员啊 没见过这么大九面 心里在看 嘿 还真是狗眼看人 这位可是徐氏集团的徐大伯 跟龙门药业有很多的合作 能帮到我 像某些人只会吃 原来是徐大公子 就不知道你这位徐大公子 能不能在龙门药业帮你 你废话 他不能帮到我 那你能 你跑到龙门药业干什么来了 我来重做 像你这种干啥啥不行的废物 能跑到龙门药业找工作 谁给你的勇气 早就听说林玉柔的老公是个怂包 这今日一遍 果然不同凡想啊 哈哈 至于我能不能帮到珊珊我不确定 但是 我肯定能帮我保高层 尤其是在床上啊 哈哈哈哈 我肯定能帮我 是个就那么想 我 还想危险 我愿意找点回去捡你的垃圾 不要在这丢人谢谢 就 那药业早知道了都不够喝喝 就是哎 你看到没那有空瓶子啊 那边的垃圾桶还有很多 我劝你啊 赶紧多捡点垃圾 回去给你的小爷种治病去 哎呀 陈啊 这次呢 我帮你把一门药业的合适 答应 你放心吧什么事 你就是禅女比较有空气 帮他 哈哈哈 你看你都好 睡到了林玉柔我一定好好谢谢你 徐公子不是我说你 凭你这样的财富和实力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为什么非要林玉柔那个破碎 这老婆呀 当然是别人的好 尤其是那种表面看上去很正派的女人 那没扔不起来才叫风骚 尤其是在床上 徐天一 再敢往嘴喷喷我杀了你 你这个废物 你不过就是我们林家养肥虹啊 这是乱叫什么 林先生 我本来不想和你一般见识的 既然你就是要找 今天的合同 你别想欠 真是吓死我 你也和三公尿自己照一照 真买自己的龙门少主 龙门少主是谁 杀你也没个龙门要业情合 还有你 是不会跟这种人渣合作的 居然敢罵老四人渣 这种人叫这两个字 陈宇远你他把爹老子站住了 我老子他们 徐公子算了吧 那点时间不早了 咱们还是签合同要紧 这一样老子记住了 他把弄死 少主请进 我叫赵正 奉荣尊之名 为了逼人耳目 以后我不会经常过来 还有 我的身份 千万不要跟别人透露 是怎么样 赵董 徐氏集团的徐天一 和临时药业的林天山来了 点眼色呢 没看我在跟重要的客人讲话吗 一眼都不重要啊 你怎么了 是 对了 你跟那个徐天一认识 他们是我们公司 下游的一个合作商 稍微有点一无往来 从现在开始 终止你徐氏集团的一切来往 要是龙门耀眼 再让他赚到一分钱 算是你试试 明白吗 是是 我这就分辑下去 终止和他们的合作 对了 转告那个徐天一 就说龙门耀眼 不会跟他这种人渣合作 让我让他赶出去 那对吧 林珊珊怎么 让他进来 我怎么会做 是 林小姐 请您跟我来 你可以走 什么意思 凭什么拉我 我们赵董说了 龙门耀眼不会跟你这种人渣合作 所以你可以过 你根本居然说我是人 长 哎 顾我把这个侠比轰进 你这是干嘛 我要追你们招头 快去 这个店铺啊 哎 头袋子 有着火 龙门耀眼中 你能对谁呢 我知道 林小姐您在這裡稍等一下 陳語你怎麼在這 我為什麼不在這 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你個廢物也配坐在這裡 這不就是龍門一躍躍的董事長辦公室 國際社會找咒 讓他給我安排個工作 你這個廢物 竟然舔著臉來求咒的 哦 我知道了 你不是來要工作的 你是為了合同的事 來求趙董 就是什麼 趙董終於見到您了 博師來給你簽合同的 合同 是龍帥給玉柔小姐那份嗎 他怎麼沒有 你去哪 林玉柔的業務能力不死 公司讓我來勤勤負責 玉柔能力不下 難道你可以嗎 你別猶豫不知道 要不是你聯合老爺子算計玉柔 他會甘心把合同讓給你 你給我閉嘴 不說話沒人把你當雅伯 我們林家的事 由不得你這個窩囊廢插手 不再廢 也不會眼睜睜看著我老婆被人欺負 哼 等我跟趙董把合同簽了 做讓爺爺把你和那個賤 一起趕出領袖 你是山小姐 請問一下 你說玉柔小姐能力不行 所以趙董 當然是真的 林玉柔的業務能力 在我們公司可見的 平時他都是靠根男人 既然你說玉柔小姐 那我們可以等到玉柔小姐 你不想要 趙董 這合同跟誰簽不是都一樣 我的能力 可比林玉柔強多了 我比他更懂事 您說什麼我都會接 放開 林山山小姐 請你自撞 陳語 你沒看到我跟趙董有重要事情要談 你可貨浪費還不快滾 這可是趙董的辦公室 你憑什麼你也不走 林山小姐 您家就這麼大點本事 要談生意 請他一個正經人來 還不是叫一個騷貨子 可是趙董 這個合同 是龍村定下的 您要不要再考慮一下 不然 送客 陳語 合同的事情是不是你搞的鬼 怎麼能左右龍門要約的決定 再說 你幫我找公司事都講好 我還沒找你算家 我告訴你 龍門要約的合同肯定是我的 你想替林玉柔那個賤貨爭取 我夢 放手自偷我了 林山山 你嘴巴給我放乾淨點 玉柔是你錢錢 我 撕了你的嘴 陳語 你廢話 早晚有一天我弄死你 山山去龍門要約前的合同 你應該快回來了 你說啊 合同簽下來後 你要積極配合山山 給他打好下手 明白了嗎 我知道了 爺爺 我知道你心裡不服 可山山說的有道 不能因為你的名聲 一個領家的大志 要是這點大志觀都沒有 下手也別打了 沈沈 合同的事情怎麼樣了 爺爺 合同的是我 你什麼你 看你這幅灰頭獨奈的樣子 合同不會沒錢吧 爺爺 不知道為什麼 照著那個狗東西突然反悔了 他說他 趕緊說 他都說什麼了 他說 老朵的事情 先緩一緩 而且 慘惑 你到底幹了什麼春事 讓趙董說出這樣的話 這是一個季的聲音 讓我砸死你 老爺 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 既然事情已經這樣了 我們得想法子趕緊解決啊 哎爸呀 你身體不好 你可千萬別生氣啊 林山山 你趕緊把事情經過 從頭到尾給我講清楚 趙董說為什麼 突然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陳語 是陳語那個王八蛋在半個寶的鬼 陳語 林山山 你不能聽口開頭啊 怎麼可能是他 那個廢物 怎麼可能有這本事啊 就是他 我去趙董辦公室的時候 他就坐在那喝茶呢 山山 你趕緊起來說 我沒廢物 你可能就是趙董那樣 賜死的人 不能去送外賣 趙董還能幹什麼 爺爺 你怎麼就不明白呢 肯定是更換合同負責人的事 林玉柔這個賤人懷恨在心 所以才安排陳語過去 給趙董說咱們快話 所以趙董才臨時變化的 你瞎說 我和陳語根本就不認識趙朕 而且我們的藥業是什麼意思 陳語就算是送外賣 也不可能送到趙董辦公室啊 我親眼所見 你還不承認 爺爺 我早就跟你說過吧 陳語住在咱們林家 肯定是有所圖 好 好大的狗 一個廢物 竟然敢算進我臉角 林玉柔 我跪下 你沒動作什麼呀 我為什麼要跪下 林玉柔 反了你了 還能反上爺爺 你跟陳語狼狽為奸 同同臨家的產業 還說自己沒錯 瞎不見 作為林玉柔跟他兩分 竟然特地往外面廢 林玉柔 陳語 敢跟我過去 連誰也該當好過 爺爺 爺爺 你 我沒有人 我不會 還要隨便 林玉柔 你從小就這樣死鴨子隨用 這件事都這麼明瞭了 木耳瑜也加法處置 你才可認錯嗎 我沒錯 所以我無致可認 你還敢說 看我打死你 是不是 你還用 performed 你還敢說 我真的喜歡 穿鏡子 或者 tires 他 這個線 真的 那是 可以吃不住嗎 他 李莎莎 核桃是你從我手裡拿走的 也是你親自撿的 現在活動的 你為什麼要把核桃 掛到我和穿雨傘上呢 照你這麼說是我的錯了 這個核桃明明說好了 我就去簽個字就行了 他突然臨時變怪 怎麼就變成我的事 爺爺 你現在沒聽你的玉桃小便 玉桃 看來你給你點教室 你是不會認錯的 假髮 哎不 玉柔可是你親孫就是啊 他超級是紅草 不 誰敢 一根假髮字號 來人 坦坦的打 從真到為止 給我住手 給我住手 呀 這不是林家的罪務女婿嗎 平時跟個縮頭烏龜一樣躲的遠遠 怎麼看 不要讓你送我人 給我道歉 哈哈 我沒有聽錯吧 要不 你再說一遍 我怕我沒聽清楚 你真是 出現我們的底線 趕緊可以給你這道歉 真是笑死我了 你這個垃圾 還有底線 不過 想讓我們 給出賣林家的這個賤人道歉 簡直是痴心妄想 既然你是他的幫胸 都連你一起打 你住手放開我 你這 死了你的腿 你說的嗎 心敢打我 我弄死你 我 你這 你不可以 爺爺 他這兩大人進的命打我 簡直是不凡事弄在爺爺 先不再做啥子知道 人家家法都聽了 爺爺 他敢這樣做 肯定是別人 我就選人在被我抓到他 你趕緊下來 把他們阻止了一下 閃爺 你過櫃子 車頭道歉 道歉 讓我給他道歉 他也會 我問你 有人在他做錯了什麼 你們要這樣欺負他 你這個一世無成的內憶 應該不是問我 你這 爺爺 媽 老爺子 陳月 我說說 快樂小孩爺爺 再不一面 老爺說什麼 你這個狗東西 真是氣死我了 是不是說的沒錯 幸好我沒把何能交給你一張 否則 被你這狼子野心的恐怖心 壞了您家的媽 陳月快動手 否則你今天別想加個狗狗裡架蛋嗎 你是不是瘋了 居然侮辱你老爷子 你是想要与额被赶出林家吗 你赶快跪下道歉呀 放手快放手啊 你赶快跪下道歉呀 快放手快放手啊 这事没完到 来干净 我把你捅赶快活规 그런东西 还带住 是真不厉害 廢永遠滾住林家 你你知不知道你剛剛還做了什麼 想看著我被趕出林家嗎 你說我以後我的事情你少管 陳玉拜託你以後能不能成熟一點啊 我如果沒趕出了林家 以後誰來跟著廖家 誰來給念念證明藥費你想過嗎 啊 你說 錢的是你不用操心 但是他今天對你的羞辱 我一定要讓他們家貴還回來 夠了 你還在說這說大話 自己明明沒有本事 卻還要裝作無所不能的樣子 陳玉 你每天這樣累不累啊 玉珀 你也要相信我 你怎麼會這樣 你把人家所有的商業都全部切斷 他全部會在玉珀門前 請求他的原諒 你活腦肺還有臉回來 你看看你把玉珀害成什麼樣 還等嗎 我給你買個要求 讓我們找一找 趕緊過來 少在這裡添亂 你不回家 就是最有最大的幫助 方法 陳玉也是為我好 咱們也不想了你沒聽見 趕緊回去開門呢 沒想到咱們又見面了 哎呀天翼少爺 來就來嘛 幹嘛總這麼客氣啊 哎呀你也忘了塊錢 不值一提 您收著我去看看玉柔啊 哎呀天翼少爺 你走的是這麼大方 你還走著幹什麼 他不快拖地去 玉柔啊我給你講 你也是一十一嘛 你可感越來越漂亮 你還是天翼少爺會說話 玉柔啊 天翼不但一表人才 而且家事顯赫 哪點不比了陳語強呀 對你啊還一往情深 媽行啊 我已經結過婚了 哇 你看你讓行讓行 讓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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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 人家整天在家裡做家務 也不是那回事對不對 這男人還是要出去了 我覺得不如讓陳語 去我那看大門吧 我每個月啊 多給他兩千塊錢 送外賣好的多棒 啊真的 那太好了 你還處到那幹什麼 快來謝謝天一少爺呀 不用 說要不要停滑 這老乾淨 畫得出現 真是狗肉抽不上便洗 活該收窮 哎天一少 啊 我這次來呢一呀是為了玉頭 這二呢是為了龍門要業的合同 說起這個龍門要業的合同 我就來氣 不是這個窩囊會和胡搅 把這合同給攪黃了 還把玉柔害慘了 老爺子都差點記住家法 是啊 不過呀 龍門要業的合 也沒什麼打不了 您放心 我呀 一定會幫你 真的 哎呀還是天一少爺有辦法 不過這次的事老爺子推得急 這給了一天時間 後天如果拿不下合同 又被趕出林家了 這事啊 包在我身上 這玉柔的事呢 就是我的事 有我在龍門要業的盒子 就還是林家了 四天一 這是真的嗎 他們兩個人也 我的我已經欺負了 只要我爸到了龍門要業 那這事兒就一定能成 哎呀 太好了 徐總書面 這事兒 你什麼好擔心啊 老爺 我交代你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少爪 徐家和林家所有的合作商 已經全部中斷合作 稍晚我會派人送到林家 給我徹查徐氏集團 他們的屁股絕對不乾淨 找到他們的犯罪證券 我要他們家破人亡 徐國這回多虧了天一上一夜 那何度搞定了 那陳語的廢物離婚 這個廢物 什麼也幫不了你 只會拖你厚子 那話的不能這麼說 就是這什麼人啊 他也有他自己的用途 就比如說陳語 那麻圖 刷得還是很乾淨的麻 哈哈哈哈 他也就不能合心 也就配刷個麻 應該是合同的事啊 又著落了 哎呀太好了 謝天謝弟 謝我和玉柔好好謝謝你爸爸 哎 爸 是不是叫我們 已經答應了和林家的合同嗎 他做個屁股 到底犯了什麼事 用了我們的麻煩大人 不就被拖毒的面都沒見 不是 我喂喂喂 怎麼會這樣 天一呀 徐總他怎麼說 好好 那個 我爸已經和趙女談過了 說讓我們找小姐啊 天一呀 你和徐總真是我們家的大恩人呀 哎今天一定要留下來吃飯 你還處著幹什麼 他快點送我飯去 你別聽他在那瞎說大話 他要是真搞定了 還說什麼等消息 不過是吧 妳還無謂 我等他不要死吧 我等我這個龍門藥業的人 會把我都送過來 人家天一少也都搞定了 這事還用得著你說 你該不會以為 這事情是你的功勞吧 老嘴 請讓他說 希望吹牛又無上稅 不過我大朋友的是 她是哪兒來的勇氣和自信啊 這你認為是龍門藥業是他家開的呀 啊他有個屁 合同的事情又是他解決的 我會來給他磕頭鬧笑 陳雲你還是去做飯吧 別擾小姐這是龍門院的姓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陳雲高說完了 我都出來了 你還愣著幹什麼 你該不會真以為是這個廢物的功勞吧 趕緊謝謝天一少爺 這次要是天一少爺 咱們家可就完了呀 不用客氣 不要愉柔啊高興就好 哎我聽著門閃了是不是和 你找死了你 你找死了你 你 你馬上一個混蛋你竟然給推我 陳雲不是讓你做飯嗎 你跑不出來幹什麼 合同是你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你什麼你 你這個貴 除了個缺錢還在幹什麼 要不是天一 拿下的合同 你連做飯的資格都沒有 哎 你不會以為是你幫玉柔把新合同拿下來了吧 這個時候不重要 但你心裡輕盼到底怎麼回事 哎月 我真的想說點大報告 讓玉柔同行你感激你 但是你要看著你自己是個什麼樣子 要不是我的話就憑你 我能吹罰你 好了陳雲 你先去忙吧 不是 去去去吧 我 你不讀消息的 偷偷給誰發消息 哎 我能給誰發消息啊 那個他們要聚三能跟我去去 既然這樣 那你干嘛這麼緊張 哎呀 這叫聚三要啊一致嗎 劉柔 我发了工夫就还你 又问我女儿要钱 有你这么不要脸 有窝囊的男人 阿姨啊 骂得好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吃软饭 吃得这么心安理得 立直气壮的男人 这真实就是吃软饭界的 天欢法啊 女儿 我基本都是吃饭 今天的幸福 我来做 天外楼 就你 拿着我女儿的钱 请我们吃路边餐啊 我不管女儿的钱 帮我自己的 去天外楼 阿姨 不知徐公子驾到快领便一下 哎呀我呀是这里的会员 四三八宝姐 天呐我还是第一次来天外楼 真是太豪华了 哈哈哈哈想不到燕城 还有这么高的当你的地方 哎呀不行我得发朋友圈 让他们都羡慕羡慕我 这可不是一本的 不是有钱的就能来 能来这是消费的呀 那都是燕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天一少爷 能来这里消费一定很高吧 啊那是自然啊 这可不是有钱就能来吧 这里的厨子和菜品啊 那都是国宴级别的 尤其是这次都是真品典藏 你就是再有钱 在外边了那也买不到 天一少爷今天啊真是来对了 哎天一少爷 你可以抓紧点 不坚持坚持玉柔 你放心 我保证你送进一切账卖 那就谢谢阿姨了 等我和玉柔在一起之后啊 我一定好好孝敬孝敬孝敬孝 陈宇 要不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这家太贵了 不是你能消费得起吧 女儿别再接 我们这里的大人就去认识 我儿童先来好了 放心吧 你又吹牛了是吧 这可是天外楼 一顿饭就得大几万 甚至是几十万 而且还不是你有天人家就接待你的 陈宇 牛皮都让你吹出去了 今天你结账 不许骗我女儿的钱 哎 哎 逼回来这种地方傻了吧 一会我看你怎么收场 一个会所而已 你能治愈 哈哈哈哈 要不是 你他妈连门都进不过来 别例为你是陈宇德的老公 我就不敢收拾 你要再敢跟我相当 是你的狗命 你少在这说下去没用的福啊 我要是你 就多种 能怎么回家跟你爹起的事 隆门药业的事情 放屁 废贴 隆门药业的新合同是我帮玉柔拿下 玉柔现在已经对我感激替零了 说不定 他晚上都被吐住洞爬上我的床呢啊 你别自己帮玉柔 你自己帮玉柔拿下 合同的事你自己心里有点秘书吗 我最好在柔柔柔拆穿 玉柔 真是你帮玉柔拿下 不可能 就你这种垃圾说出去谁会相信呢 啊 谁信不信不重要 我只要玉柔相信就好 垃圾就是垃圾 我打算说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的 包子 没见过失眠的东西 这个包厢是我们这的最低调费标准 才五万块而已 要想换大的可以去二楼 那有十万标准的 比这里大一半 才五万块 你们这是饭店呀还是抢钱呀 玉柔啊 玉柔我想吃饭呢 这个啊我来抢 还好 不用啊 反正只是我们几个人就在哪 舍不能花钱还想算大包厢 真是丢人心 居然是庆祝 怎麼能選這種過程 那不用 又不換天字一號我想 陳語 你別再吹牛了好嗎 哎 行啊 陳語 這既然今天是你做的 正好我也沒去過這天字一號那邊 那咱們就 換吧 夠了陳語 真是瞎胡鬧不見事的 你要什麼想去 你說自己回去 你別再出來 這給丟人丟到姥姥家 你得吃了飯 有什麼樣的法號 對不起啊 不用換了 就聽在這兒 一舉窮位 不換在這兒瞎避避啥 沒錢還在這兒吃飯 說什麼樣子 怎麼回事啊 給他投訴 怎麼回事啊 給他投訴 給他投訴 經理 拿了幾個 沒見過市民的公司 拿著最低檔排隊員卡 還裝機行包箱 小民大的手不花錢 你還四棟水叫我說的話 也殺不到正的 你的錢啊 就你也配來這種地方吃飯 八色 怎麼叫最擁守 哦 你谁呀 我教训我这废误女婿来哎你什么事 那我拿好子多管闲事 吴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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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不研究我了 徐还记到那徐天逸 座 原来是徐天一 那个阿姨 这个样子就是我经常为您提起的 那个天外楼的总经理吴总 吴总 真是抱歉啊 眼镯 实在对不起 您大人不敬小人不 这样 我帮几位换个地方 到我们最顶头的空中花园 你看怎么样 空中花园 空中花园 最顶层的空中花园 这可是我们天外楼最顶级的包厢 最近消费都要一百万钱 而且只剩下一个亿才可以预定的 不用了吴经理 我们在这儿挺好 费用的 请请不要人心 算我请走 请几位跟我上楼 请几位跟我上楼 停车 一直打托 并且很重 你吃 他们怎么有资格来这儿 吴总 这新的菜单按照您的吩咐 菜品不变价格打一整 那我就不多打擾 这不是号车是家故意的人 才能来个地方 可是货品一点都不贵啊 最贵的也不贵才几百块钱 傻丫头 那吴总看在天一少爷的面子上 请我们来的 哎呀要不然 我们就要来的 哪有这样夫妻啊 我爸呀 确实啊和这的老板算是老仇人了 这请我们吃个饭也没什么嘛 哈哈哈还是天一少爷见过世面 玉柔啊以后我们娘俩 就跟着天一少爷 不见识见识 你 你敢不敢说实话 你确定 你爹跟天外路的老总是老书人 要不要你爸打个电话 你叫过来 没杯酒 没意思 你算什么东西 也要让天外楼的老板得一喝几桶 谁有 我让你这胡说八道 天一少爷 可是徐氏公司的老总啊 不是 就是你这种窝囊费 我可以被人要一欧五喝六的 那一致不够了 是 你也少说两句 阿姨 要还是算了吧 就陈宇这种垃圾货 也就只知道这个吧 我要是跟他一般见识 那不是自降身价吗 哈哈 徐天一 既然你这么不要脸 那不就实话告诉你们 这个包厢 其实是我 我当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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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包厢是你一辈子都望尘莫及的 所以你才会嫉妒的胡说八道 真是气死我了 你这没出息的东西 你赶紧给我滚吧 我看见你我就觉得很恶心 阿姨 别生气 这玉柔不是说这儿的菜很便宜吗 您就多点点 也好好尝尝这天外楼的手艺 好 阿姨听你的 现在点菜 哎 天一啊 不能你们说 阿姨还第一次吃宫廷菜 玉柔 今天晚上 你多陪陪天一 你懂 妈 各位 这里呢有一瓶好酒 请各位品尝 哎呦 这瓶酒 看起来很高级吗 好贵 这瓶是马哥1972 单瓶售价大概1700万左右 暂时仅仅三瓶 哎呀 牟总啊 实在是太给兄弟面子了 不过 我们这就是个家庭聚会 用不了这么好的酒 财先生 这瓶酒 是我们大老板可以拿出来 邀请 请您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呢 请这个废物和这么高档的酒 你们老板脑子有病吧 他只会 多利 扫垃圾啊 是啊 吴总 这弱大的烟城 谁不知道 陈瑜就是个只会吃软饭 垃圾 这你们老板把这么好的酒拿出来 这 这是不是搞错的 听你的意思 你对酒很了解 废话 老子喝过的酒 比你喝过的水到多 拿这么好的酒 给这种垃圾喝 这还不是倒了去喂狗呢 陈天忆 最后毕竟 就不要再瞎装 这瓶酒 是我们大老板 特意拿出来 请陈先生 陈瑜 难道 你真的认识天外楼的老板 我怎么不知道 你有这样的朋友 有 是这样的 李小姐 前段时间 我们天外楼搞抽屉活动 陈先生 恰巧被我们老板出众 成为了幸运儿 可以享受一次免担服务 真是公子 陈先生 那也就是说 我今天能来这空中花窑 不是天津少爷的面子 因为陈宇 哎呀 没想到啊 这活浪费 他有这好运气 天外楼做 用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陈先生 您这是一习惯我 那酒我先放这 还有什么 您可以什么 可真是 烟成第一的天外楼呀 这格局 他就是绝了 喂 那我说的话 要放屁吗 给你半个小时 赶紧给老子管回来 否则我把你所有的课 都给你听了 看你还怎么在外面花天就听 你看 阿姨玉柔 我还有事就不陪你吧 赶紧让我一定更难带 来 鞭公子啊 快点走啊 来 你动 腰也放了 你们说 天外楼的消费水桶 什么时候量的这么低啊 连提取剂量的穷穷容量费 多有资格进来消费了 哈 陈山社 去你出去 这是我们交给巨子 没你的位置 壮死 你不过就是我们林家 一条康能狗吗 手脂的这么跟我说话了 我看 是活念了了吧 山上 这就是你口中长说的那个 废物最序 被他老婆绿了 还转身这个逼啊 没想到这小子在什么光逼 可我告诉你他妈装作D 敢這麼對珊珊就說話 老子哥裡的舌頭性 不好似 我看 誰敢對陳先生無理 陳先生 是我沒管理好長的 他們沒有去讓你 你他媽誰呀 我跟我林家的狗說話 用你什麼事 你敢訓斥本小姐 陳先生姐你喝多了 他可是天外樓的總經理 那又怎麼樣 不就是一個破飯店經理嗎 怕你嚇得那樣 在天外樓 當著我的面子 我媽貴賓 你 第一個 住那個國 他不過就是我們林家的一條看門狗 也算得上貴賓 就能帶你個個眼看看 我媽 還是你的貴賓 什麼不閉嘴行嗎 一喝多久就喝到你 親戚 早算這不得就好 就不帶你來去問我 就隨便找我來吃 天 一個小小的飯店經理 你們兩個害怕 本小姐卻不翻他眼裡 陳語 你今天必須給我跪下來道歉 否則 我就讓爺爺 把那個賤人 趕出林家 這把腦子喝著病了吧 陳語 你這個窩囊廢 垃圾 你不配這麼跟我說話 你剛不配在這裡 你他媽是誰 敢動手打我 不管你 在 一見本事的東西 趕出去 不信你我們自己我自己 可是林家的二小姐 我們還這麼對我 現在又回去告訴爺爺 趁難你把人破店 你可別他們說瘋狂 你知道吳雲海是誰嗎 他就是音程四雄之一 他千萬樓的職業 誰讓他們動動手 正上親家當喊 多管他肺腑成 你遇到 你 只有讓你滾出林家 有啊 從門要業的新科同 拿到了 你 就算了 這種事 你 你 我 要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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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如果沒拿到 我添了一 calendar 讓 pot 給刀 火鍋 火鍋 這麼短的時間 怎麼可能拿到新的火鍋 這火鍋一定是假的 自然是假 龙瘟 可рост 火鍋 火鍋 これ 這火鍋 種 火鍋 火鍋 你說啊還是你有本事啊 我就爽爺爺的好孫兒 從來不會讓爺爺失望的 爺爺 你別被林玉如這個監獲給陷了 這個合同肯定有貓膩 我為離家談心了 離家就有救了 可是你為什麼這麼希望 這合同是假的 你還在是什麼信仰 林玉如你什麼意思 沈山 你要懷疑這份合同的真偽 你愉快去漁長 他說昨天的真偽 看來就算是這個教育 但是你烈了 他可以解釋得好 之後現在大福星 可以每次都有 可以 他怎樣 encifies 記住我 你趕快來 請問是趙董 我是林肆耳業的林aksi 我们收到贵公司的一份合同 想确认一下真伪 竟然是这样的 好好 好的好的好的 怎么样爷爷 我猜对了吧 这个合同绝对是假的 女女柔胆大高天 竟然假的合同 不能爷爷 可不必分 亲自确认 合同是真的 是的 你一人 你昨天去天外楼 是去跟那个吴经理去玩 他可是严惩的四雄之一 你肯定是给他睡觉的 他帮你弄弄了合同对吧 美神神 你要是再学苦闻人 我不介意把昨晚天外楼的事情告诉你 在吵什么 我在说话 怎么把天外楼也扯进来 没什么爷爷 既然合同失而复得 来是我们明家之性 要不然定一下 到底是谁来负责 这还有什么定的 还有你继续负责与龙门要约的合同 好的爷爷 我一定会努力的 爷爷 什么意思啊 C合同是我拿到的 你为什么要给了珊珊 我不同意 方思 这个家是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 你这惦记着这份合同 是不是真像珊珊说的那样 你那个废物老公 揉做图毛 说陈宇没有关系爷爷 核桃是我拿到的 绝不相让 不能 林宇昭 我实话告诉你 自从你嫁给陈宇那个窝囊背后 你俩备受别人笑 不会再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了 爷爷 您说的太对了 男的林家这几年在商场如此不慎 确实受到这个贱人的影响 所以我建议你把他放在基层 好好地磨练你的份 我正远迟 月娃 今天就到市场 我从一件销售从头就要起 是不是想不出来 明明留步 我猜你刚才 怎么没自己看这么好 我建议你 你自己看 这上面白纸黑的写得清清楚 除了我林宇柔之外 临时要要换任何 林宇柔 我好 爷爷 凭想到林宇柔这么见惑 还会玩手阴的 这 这可怎么办 爷爷 林宇 你到底想要什么 难道你想搞垮我们林家吗 爷爷 爷爷 我也是林家人啊 我怎么会想这样搞垮林家呢 你怎么也这么想我 什么条款怎么解释 这是龙门药业的照顾 亲自对合同做出的修改 并不是我要求 你能有什么要求 第一 龙门药业的合作 必须有武器 哈 没资格这 我答应你 第二 我要你们 向我和陈宇道歉 疯了吧林宇柔 让我和爷爷 向你们两个废物道歉 只要我们林家 以后再延传还怎么做人 你把刚才说的话再重置一遍 我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 向我跟陈宇 她说 这废物 你 你 整个 你 你 我 我 这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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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是看明白了 你可見人 你看把於核心氣得怎麼樣了 快快滾出去 爺爺 事到如今 您是看明白了 林一如之所以這樣 肯定有人在背後 給他戳一面 是不是熟悉晚上臭乌 pe przed你 背後紅白蒼 是要也是我一手創辦的 所有的客戶和合作夥伴 就任我一個人 誰也搶不走 既然這樣 你就應該把淩漁樓 掉到基層去 讓他好好的磨練 讓他知道自己到底是幾斤幾兩 我這就下通知 讓他後勤動 讓他好好的磨練 讓他知道自己到底是幾斤幾兩 我這就下通知 讓他後勤動 找廁所 林總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盛華製藥廠剛剛傳來通知 和我們貼斷所有合作 盛華怎麼會這樣 啊他抽瘋了吧 合作的好好的 他怎麼會突然這麼好 我問過了 他們根本就沒有給任何解決方式 直接就把我電話掛了 老爺大師不好了 華天大洋百上三大局頭同事宣布 全面確斷與我們臨時交易的合作 而且 而且什麼快賺 而且 這幾大支投資要求咱們按照合作 違約貼付 什麼 賠償 賠多少 三億兩千萬 哎快快給贏男友 怎麼會這樣 三億兩千萬 零屍賣了也不夠啊 你們兩個費用到底什麼回事 為什麼三大支頭同事要跟我們解約 還要別付違約金 閃閃小姐 我也不清楚呀 林總 剛才要進去發一通知 祝我們臨時企業存在多項違規 折定我們的無限期進行整改 並罰款五百萬元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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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爺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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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爺 我们拿时候配上了 临时药业还有救 只要我们能拿了 和龙门药业的合作 就能帮离世 不过就是难关 你说的对 龙门药业 一旦和他们搭成合作 我们就有一个亿的进展 到时候 我亲自抓生产 只有我们多了 其他的合作上 你会重新找我们合作 可是现在那份合同 让林玉柔手上 他可是说了 这个合同必须由他负责的 现在苦不了那么多了 还可以退一步 你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就说我同意有的负责 让他赶紧拿着合同 去龙门签约 爷爷 还有一件事 他可是说了 让咱们 给他和那个废物道歉 我 真以为他自己是谁 我都退着一步 就给足他面子 林玉柔 一夜答应你来负责龙门药业的合同 你现在就带着合同 到我们下来 不好意思啊 玉柔没心想 出去留散心想 您说真的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看来是临时药业遇到危机了 所以才这么迫切 想要和龙门药业打赏合作 甚至老爷子出面 答应亲自由你来负责 既然这样那咱们带你去吧 哎 你忘了怎么对你呢 你更别忘了龙珠与蛇的故事 他们现在能做出让步 是知道只有你才能救林家 并不是良心发现 让他们再等一等 可是 没什么可是 你现在应该坐的就是等 等那个林山上来求你 甚至 等老爷子亲自登门道歉 陈宇 这一切 难道真的是你一手造成的 你觉得 算了 是我想过了 你看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 你怎么什么那样的 谁有什么样的 这不是 林一柔 林一柔说出来 林一柔 林一柔你给我出来 你干什么你 你给我滚开 我先来找林一柔的 林山车 你现在火销屁股了 他想起来找林一柔 是不是要让叛叛喊呀 你还真是窝囊呢 林一柔的合同 是怎么拿到手的 我们都心知肚明了 你这是绿帽子戴着头帮了 还跟着舔狗一样 我还真是佩服 林山车 你想说林一柔一句坏话吗 我一定履行我之前说我的话 死了你再冲出来 你 林一柔你不出来是吧 行 我现在就回去找爷爷 一柔一叛 陈宇 咱们这样做 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林山山肯定跑去爷爷那 又说我一对坏话 宇柔 你不用担心 有个老爷子 肯定会亲自过来求你 爷爷那么骄傲的人 怎么可能像我一个小飞的头你不信 那咱们打赌 如果 他来了的话 就要去拖點水 嗯 雨柔 出來吧 我親自過來 再出來 我不過去了 爺爺 爺爺我說的吧 林雨柔他在家 肯定是陳語這個王八蛋 在背後給他戳得搜尾 閉嘴 哪有你說話的份 爺爺爺 爺爺爺 爺爺 給你道歉 都是爺爺不好 轉些天 讓你受委屈了 從明天開始 就是民事要業的副總了 跟我們要業的合作 就交給你了 我失望了 林雨柔想跟我做 後 爺爺終於才信任我了 明天 我就是和蘇丹副總了 我好開心啊 我才沒說過 屬於你的東西 誰也巧思 無論怎麼說 這次多客人去建一 否則絕對拿下 跟龍門藥業的合同 這次其實是我 好啦 你少吹點牛 我比什麼都高興 我拼你錢 你出去買點菜 回來咱們好好慶祝一下 玉柔姐 咱們公司空降了一個新投資人 叫王楚涵 他好像特別敵視你 你要小心一點啊 我和他素不相識 他為什麼要對我有敵意啊 你還不知道 他跟林珊珊是大學同學 還是好閨蜜呢 多多 以後這樣的事情要少傳 林珊珊雖然跟我不對付 但公司的項目 是我全權負責的 投資人也是想著項目賺錢的 他不會誘出到這種地步 找我麻煩的 玉柔姐 你就光知道工作 你是不是知道 那個王楚涵啊 刁蠻的要命 就連老爺子都要看他臉色的 好 我知道了 多多 早就回來了 還有什麼事情嗎 跟誰說話呢 林副總 你是什麼人 你為什麼要打我 我是新來的投資人王楚涵 林玉柔我告訴你 你以後再敢跟姍姍做得 見你一次打你一次 要王總 這是怎麼了 都這麼大不起 有些人狗眼看人低 明明知道我來了 還假裝看不見 這不是不把我放在眼裡嗎 我這暴脾氣 明天就交給我了 我告訴他怎麼做人 原來你就是王總和王總 我剛才是在看報表 太投入了 確實沒看見你 林玉柔 第一人拿下龍門藥業的合作 就有什麼了不起 王總可是我們臨時藥業 新的經驗 連爺爺見到他都要禮讓三分 因好他的膽子 竟敢帶滿他 明珊珊我說了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但你的意思就是王總故意刁難你 我看你還真是該打 你別瞎說我不是那個意思 林玉柔 我看你當了這副總之後 我還真是瞧瞧偏 還不向王總道歉 麻煩你搞清楚 我什麼都沒做 而且剛才是他鬥手打了我 你竟然讓我給他道歉 林玉柔 你不道歉也可以 我現在就去臨時藥業撤子 回頭你自己跟林老爺子交代 好 我道歉 對不起 王總 我錯了 珊珊 看他道歉的樣子是不是特別解氣 咱們走 玉柔姐 你臉上都破皮了 這個王楚然下手也太狠了 我沒事 你去忙的 這下你知道這個王楚然他囂張霸道了吧 以後可一定要小心就點 玉柔 知道你沒吃飯 我才會做了你 你怎麼哭了 沒什麼 剛才開窗戶的吹風 眼睛已經沙子了 不對 你臉明破皮了 告訴我 誰打了你 沒有 這是我都得不小心滑的 真的 真的 你別問了趕緊回家吧 疼不疼 沒事 不疼 一點小傷不愛事的 我愛你幹嘛 大白痴拉拉扯可的 我先喝奶茶 淳宇 先不說我跟玉柔姐的關係 你這種男人 拼一杯奶茶就想泡妞 不是大死都不會看上你的 你再糾察我 我就去告訴玉柔姐啊 你想什麼呢 我有事要問你 真的 你想打聽什麼事 讓我猜猜 不會是玉柔姐的事嗎 哎 他是我老婆呀 我都是關心的事情 哎 你啥不住你 你老實說 他是不是被人打 誰打他 那 我要是告訴你 你可千萬不能告訴別人啊 是公司新來的投資人王楚涵 玉柔哥能約五少 他為什麼早上 他跟林珊珊是大學同學兼閨蜜 倆人好得被穿一條褲子似的 他肯定是覺得玉柔姐搶了他好閨蜜的位置 想去林珊珊出頭呗 沒有為什麼 魚哥 我知道你心疼玉柔姐 但我説你一定要稿勁 先不說你有沒有那個本事吧 現在就連老爺子都要忌惮王楚涵三分 你要是冒事情動 搞不好他會害得玉柔姐呢 老爺我不用了 林羽柔 你還想不想幹啊 為什麼跟龍門妖業的合同還沒定好 不給林氏妖業頭銜是為了養你這樣的廢物是吧 王總 我正在完善方案細節 下午回去龍門妖業一套 跟對方敲定一下 下午 你什麼下午幹嘛去了 我告訴你我就給你一天時間 合同今天必須弄好 否則你就從副總經理的位置我滾蛋 王總 我們做的是醫藥生意 合同的每個系列都需要謹慎再謹慎 一天的時間 肯定是完不成的 林羽柔 你這一巴掌是告訴你 我是投資人 我的話就是命 你沒這個在跟我討價還價 你說 王楚涵又找玉柔姐麻煩了 看你的表情你很不服氣嗎 王總說得對 我現在就去龍門藥業 你最快的速度把放在車裡 林羽柔我怎麼讓你走嗎 柔姐你沒事吧 你裝起來怎麼滾 林羽柔我告訴你 少從那點給我裝清楚 趕緊把副總的位置讓給姍姍 否則我他媽弄死你 王總 我好像沒做做什麼事吧 你為什麼要一直針對我 我針對的就是你 你以為我沒見過你這兒的綠茶表 白天在那裝著青春玉女 晚上不知道跟哪個野男人在人家 床上掃手弄姿 你那龍門藥業的合同還他媽不是睡來的 我沒有 你心口犯人 還不承認是吧 現皮我打死你這個賤貨 我沒有做過的事情 我是不會承認的 我告訴你 現在就把副總的位子讓你搶了 否則我找十幾個勞改犯 把你贏了行不行 郭總 你這也太欺負人了 我要放棄了 我哪有你說話的份 現在你開除了 我滾 你就算開除我我也不懂 我不能讓你欺負俞柔姐 林羽柔 我給你請討你 現在 讓我 我位子 位子 給我磕頭道歉 休息 姐我現在還要跟我同樣 現在嚇了把你發光 那剛才看你這個欺人欺負人 說個屌子 給我住手 給我住手 對不起 我來晚了 承宇 到我回家 我要回家 沒事的啊 謝謝他交給我 哎呀 我以為是誰呢 原來是這個騷浪賤的窩囊費老公 真是婊子配狗 什麼人找什麼人呀 你就是王鼠環 對 我就是臨時要業的新投資人王楚涵 你這窩囊費也想學別人英雄救了 就是你 你也不看看自己小身份 我是不是 我嚇死你 一個只會吹牛逼的窩囊費 還有一個 只會跟人睡覺的表 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個 你嘴巴放乾淨一點 月如 雷妞要跟這種垃圾廢話 都這個時候了 還在我面前修完愛了一個機會 來人 把表面的衣服都發下來 我要拍個照發碰碰 剛才 是你哪隻手刮我了窩囊 趕緊鬆手你這個窩囊 你現在等我一下就死定了 淳于你快走 快離開這裡 二哥可是王星漢 我們惹不起的 什麼 這就是什麼 想走 我告訴你們晚了 王總 對不起 歸根到底都是我的錯 我向你賠禮道歉 您大人有大量 就饒了淳于吧 你現在知道道歉了 你也不看看他把我打成什麼樣了 我告訴你們 你們今天誰也跑不了 月如 沒事的 一點消失我會處理 淳于 都什麼時候了你還在這吹牛 他可是臨時要爺的金主 他哥可是黏成一霸 咱們惹不起的 王船 你儘管囂張吧 希望你東北不要跪下來 給我報告你 大白天的一下做白日夢了 我會跪下來求你的垃圾窩囊肺 你笑 喂我在臨時要演 有人要殺我豁了好嗎 呦開始搬救兵了 哎 我都忘了 你是個送外賣的 那你可多叫點人 免得一會不夠我哥他們打的 哎 怎麼了韓韓 你怎麼受傷了 那是他 反了你了陳語 你知不知道 王總是我們臨時藥業投資人 我勸你現在跪下來 給他磕頭賠罪 沒事了陳詩 我已經給我哥打電話了 哥馬上救了 哈倆 現在誰也跑不了 讓開讓開 陳語知道我是誰嗎 你居然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陳語我要弄死你 還有林玉柔那個賤貨 我要找人把他敗光 輪到城市口裡淹死 你給我記住 我不管你有什麼背景 我叫陳語 林玉柔是我的女 你要敢再欺負他 把你動了胃口 你倆給我抖著 現在只要把你倆弄死 你倆給我抖著 哥 在臨時藥店 我被他們打了 你趕緊過來 他媽的哪個王八蛋敢欺負我 王新漢的妹妹 我這就過去 我弄死他 我王子倒進去 你們給我抖著 哥們站住過來 他哥不是王新漢嗎 他可是煙城有名的狠人呢 你說他是幫我總 幫你手底下好一條人 好好的再招著他看下 這下完了 林不懂他們兩口子最會要完嗎 你們呀 你走著看看 是誰打了我妹妹 給老子滾過來 哥你怎麼才來呀 你看他們把我打成什麼樣了 你一定要給我報仇啊 堵車嗎 然後你放心 不管是誰 敢打我妹妹 我一定要他生不如死 哥 漢哥就是他 林映柔的那個廢物老公 媽的 你小子今天死定了 趕緊跪下給我妹妹磕頭認錯 磕到我妹妹晚一為止 你怎麼不管 他為什麼會愛他 我他媽才不管那麼多為什麼 我只知道你打了我妹妹就該死 哥哥哥你跟他廢話那麼多幹嘛呀 你真總是打他 這裡的人都可以做交 你妹妹不但打了我老婆 還有拔他衣服 我打了兩把子 四十七 好大的口氣啊 我只知道在燕城 只有我們兄妹倆欺負別人的份 你叫王新翰是嗎 聽說你是個無業婚的 你小子還算實際啊 沒錯 我王新翰就是無業的人 怎麼現在害怕了 好吧 怎麼辦 我現在當著你的面 你老婆爽個讓我玩完 今天的事 不行哥 必須讓這傻子給我跪下磕頭道歉 還要讓我再生二十個巴掌 好 聽你的 你先來 趕緊給我妹跪下磕頭道歉 讓他生二十個巴掌 然後 我再玩你老婆 我本來想留你一條口名的 既然你找死 我讓你後悔今天招上我 你小子可以啊 死到臨頭還跟他媽嘴硬 哥 別跟他廢話 直接讓人把他打死 來人 給我把這廢物的倆手給我砍斷 無業道 王新翰 動彩下試試 無業 你怎麼來了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這廢物打我妹妹 帶人過來修理修理 王新翰 你好大的口氣啊 知不知道 今天有人要死到臨頭了 既然你是無業照的 現在主人來了 行為你嗎 好 那我就管管所有人 出去 陈玉 你要小心點 不要衝動 放心 我有事的啊 好 張嘴 你小子挺狂呀 誰讓你做瞎的 沒看到無業還在這站著 趕緊給我起來 無業 你怎麼打我 你 陳玉 陳玉 你讓我看 趕緊放我進去 林玉柔 你好好聽聽 這肯定是無業動的手 正在打你個廢物老公呢 哎往死裡打 打得好 陳先生 是我沒有往的地 陳莊 請您責罰 吳先生 你你是不是認錯人 他就是個廢物呀 你 你趕緊跪下 給無業磕頭認錯 老婆 老婆 給你五分钟時間處理 嚇你個狗眼 知道你得罪了誰嗎 喂 你為啥對他如此尊敬啊 林玉柔 你嚴謹聽聽 你那廢物老公叫的有多慘 這就是得罪我的下場 接著打啊往死裡給我打 媽呀聽著動靜陳也該不會被打死了吧 那可說不準 他得罪的只是無業 沒死也得少半條命 陳哥你們不要打了 不要再打了 陳語陳語 姐你快報警啊 快趕緊報警 報一個事 再看那陳先生不敬 陳先生我錯了 樹永遠不是太山 你讓我這回放我再也不敢了 讓吳先生給他打到我錯了 對不起 要是在你下次 你就是個死人了 天呢 陳語剛才在裡面叫的那麼慘 怎麼看起來沒有一點聲慘 我看起來什麼也聲 你怎麼一點傷都沒說 那剛才在裡邊叫的人是誰 五哥 你怎麼了 你怎麼傷成這樣 是你陳語那個混蛋 媽你反了他了 外國住手 哥 我有病也你退了幹嘛 你才有病 誰讓你跟陳先生動手的 他不過是林家裡的狗 閉嘴 老吼 以後把你的狗攤好 我不想再等到這種事發生 黃的陳先生 把這個 帶走 王家這回要遭殃了 那個親愛的 把你擋住 我沒事的陳語 剛才謝你替我出氣 你說了好呀 我替你出氣不是以此應當的嗎 就你會嘴平 剛才嚇死我了 我以為是你在裡面挨打呢 沒想到被打是嚴格 嚴格 你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那個武股讓你出去之後 二話不說就開始打王星漢 打的那叫一個喊 可能是那個王星漢什麼事沒辦法 倒是也有可能 你在外邊 是不是很心疼你了 你又貧嘴 對 這件事雖然過去了 但接下來肯定會很麻煩 王楚寒 既是投資人 又是林珊珊的閨蜜啊 林珊珊 肯定會找爺爺惡人先告狀的 那有什麼呀 大不了換個投資人呗 你說得搞輕巧 投資人是那麼好找的嗎 王楚寒如果威脅要撤資 爺爺肯定會拿我先開刀 到時候林珊珊真的就小人得志了 王楚寒兄妹 這次受了這麼大的教訓 肯定不會的 雨柔 我先去換個衣服 準備這花吧 給我盯緊投資臨時藥業的王家 要是有人趕在找月兒的麻煩 就讓王家從燕城徹底消失 哥 我驗不下這封氣 陳語那樣的窩囊肺都敢對我動手 還有那個陳語柔那個賤人 他們當著那麼多人的面打我臉 我們王家的臉都被丟 哥你趕緊想辦法報仇啊 你口口中說陳語是個窩囊肺 但我覺得他絕對不是個廢物追序那麼簡單 就連吳業都對他逼宮逼近啊 那陳語就是個窩囊肺 那吳云海 我看他也就是圖友馴女罷了 他怕一個林家的追序 給我閉嘴 給我閉嘴別瞎說 以吳業的手段的實力啊 咱們十個王家家才對付了 他弄死咱們 像弄死一隻老鼠一樣簡單 你別嚇我 我可都聽珊珊說了 那個陳語啊 在他們林家 連個狗都不如 誰要罵了 龍龍總對不起我該死 我以為是推銷的 這小子快了 啊 這小子快了 誰給你打電話 把你下成這樣 快 咱們是先生遇了 林總 家人跟你道歉 你有病啊 今天咱吃了被挨了嗎 他挨打了 給那個賤人抱歉 你侗個屁 你說剛才誰給我打電話嗎 是龍嘴 那可是煙城之手之下的人物 我警告你 你要再敢對林玉柔無敬 怎麼王家都得玩完 這沒看出來都說陳語是個窩囊廢 可他竟然連王心漢都不屌 真牛逼 牛逼一個屁 廢物就是廢物 連王家都敢得罪 不是沒腦子嗎 嗨他上個這麼個沒腦子樓 林玉柔這不是要倒霉了 都不工作嗎 在這閒聊團小心把賭開了 林經理您剛沒在出事了 什麼 王心漢被打了 林玉柔還打了王楚涵 千真萬確我們親眼所見了 知道了 爺爺出大事了爺爺 慌得慌得 成何啼頭 哎呀爺爺都什麼時候了 您很有興趣在那喝茶 您知不知道 林玉柔那個賤人把王楚涵給打了 王家可以是咱們的財神炎 這下個怎麼辦 是真的嗎 你快給我說說到底怎麼回事 今天在公司 林玉柔把王楚涵給打了 真是紅了 是誰給他林玉柔那麼大的膽子 連我的頭子傷他都敢打 廢物成語 真是該死 你現在通知他們倆 在公司等我 好的爺爺 林玉柔 陳語 看我怎麼玩死 爺爺 我覺得要想獲得王家的原料 就應該在人家找上門之前 先把林玉柔那個罪罪禍手給處理 說得好 我這就把給你柔的副總撤 光是撤了他的職 我覺得不夠體現咱們的成績 我建議 就應該把他倆直接給綁了 交給老爺任由他們處置 很好 很好 就這麼辦 你不冷靜 林總分破了 你已經不再是 同時 家裡開出臨時要領 你已經不是公司的人了 不信你胡說 我還沒接到通知 你讓我進去 還硬出啊 滾 給柔道歉 這可是林家的廢物女 要不浪漫 把你給丟出來啊 你當 信息把你二手 我再說一遍 給玉柔道歉 恰恰恰恰的人都知道 你的林家 那個狗中 你在這跟我著手 何必不羞恥 你 玉柔夠了 你不要再搞這事了 玉柔 你是很勉強 他一個寶人都敢這樣欺負你 玉柔就要他怎麼做人啊 就要我怎麼做人 林董吩咐了 讓玩家寶了 跪在這裡 等王家人來 隨人處置 我 他就是 紅 哎呀 你拒絕不讓我 你怎麼收拾他 多代的人 把那俩托子给我绑了跪在外面 什么时候王家忍不倒了 终于就跪着 爷爷我去吧 这御守你这是反了天了你 这他无地爷爷他赶紧退下 我凭什么要跪 我从而定见爷爷 你做梦呗爷爷也许不会见 打了临价投资人 三小姐你看他把我给打的 你以后我做主啊 没看出来呀成 利息还挺大的 怪不得林柔这个贱货能耗帅 原来你这点过 你卑鄙不要脸 跟你这个骚浪剑骨我可差远了 我劝你现在赶紧跪下 别让我叫人来绑你 我忘了我又没有错 来人啊 把这两个人我绑了按着地上跪着 我看谁敢动 住手 帮我住手 我帮等您来了 别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他俩抓 陈医生对不起 我告诉你我向你刀片 你对吧 我向你道歉 希望你能原谅我们 你你这是 我该死 我先看有眼无珠 得送给你们二位 希望你们二位胖虹大量 饶了我们这回吧 再也不会了 王导你在做什么 明明是 明依如打了郁寒在先 我爷爷第一时间就撤了他副总的位置 还没有把他俩绑了起来 但是你处置 干什么 干妈的谁给你们打个政府 别人都在啊 我去见 我爷爷已恭候您多事 这就带你出去 林副总 全是我跟我妹妹的错 希望你不要怪罪王家 我先去找林老头你讨个说法 王董 搞错了吧 明明是他们有错在先 为什么要找我爷爷他说法 你给我闭嘴 这件事都是我跟我妹妹有错在先 有错就要认 你不知道你别瞎闭闭 好 这个王兴汉 他不是被打赏了 竟然对林荣 就是给男女如谁出现 哟 王总 您来了 哎呀 有失远赢还净见了啊 林老爷子 你赢不赢我无所谓 但是你让林副总 和陈先生站在外面 还让保安对他们动手 这事办的可不地道 啊 王董说的是 我这就让人把那两个伙带上来 哈哈哈哈 让他们 跪下 磕头道歉 给你先消消气 带会他俩来了 要打要踹 任由你组之 王王不可 我今天过来 是替林荣找个说法 王总 我不明白 您的意思 我问你 你是不是撤了他副总的职位 然后将他赶出林氏药业 没错 那死丫头打了吐寒 必须受到证明 要是 您的主划的清 一会儿 好好走啊 民主带到 想怎么做 不是 那倒不必 马上恢复他副总的职位 还有 王家在林氏药业的全部投资 今后也全部被他负责 你不是 咦 你不是 蛮吧 什么 又是 你不是 我那是 你先 你最近 把你拒绝一下 你再看我 好 你不是说什么 陈先生 刚才李老爷子已经答应 恢复于柔小姐服从之外了 都是我有眼无珠 希望你不要忌恳 还希望您在吴爷和龙村面前 好了 我知道了 这事就这么过去 那太好了 谢谢陈先生 那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告辞了 这到底怎么 我也不知道啊 刚才王总的话你都听到了 你继续担任副总 而且 王家在我们临时要业的投资 也由你全都劝负 爷爷 我公平 你如果他明明犯下了大错 你不惩罚他还官复原职 而且王家的投资 一直都是我负责的 我不容易让人让 没罪 就这样定了 你要什么 就自己去找 然后 接下来 就要全力完成 成文教育的合作 也全力 收入先进 我帮你一下 陈宇 你都等着我放大招吧 陈宇 你跟我说实话 这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为什么这样会 王兴汉一来就给你赔罪 还逼着爷爷恢复我的职位 最后 还跟你说什么 吴总跟龙尊 我又不认识他 他如果不是冲着你来的话 又能是谁啊 你想多了 你现在可是龙门要材 最大的伙伴 再说了我又是个送外卖的 怎么可能冲着我来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 可这合同 那时候毕竟是徐天一帮忙弄到的 王董如果知道内情的话 恐怕要对我失望了 别多想 你家伍 哈哈 徐道 哎呀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这个果肉 枉材代表我的心 谢谢啊 可是我是皮活活的脸了 这礼物怎么可能 徐天一 你当着我老公在那儿送玫瑰 你想干什么 陳 你在我面前就是個屁婆婆 屁都不是 看看 一個窮屌司一個窮逼 你有什麼資格和預柔在一起啊 看這個呀 是個新古珠寶給你買的套戒 今年最新 新蒙珠寶那可是菸船最頂級的珠寶店 這戒指恐怕不便宜吧 沒什麼 就是一百多萬而已 等你什麼時候和陳語離了婚 我就送你那枚價值三千萬的滿天星算戒 我隨隨便便就能送給我喜歡的女人一枚價值 你一個窮逼有什麼資格和他在一起啊 玉柔才不是喜歡合見的 他要是想要 我可以買給他 你不買 你這要笑死我吧 哎 你看看你啊 你這從上到下這一身能值一百來塊錢嗎 就你這個窮逼 怕是不知道三千萬是個什麼概念吧 哈哈哈哈 不過謝謝你的好意啊 你的禮物我是不會收的 呦 那個 把內心算戒 你要是喜歡他 我不喜歡 但我更不喜歡你說大話 我今天不喜歡 讓你到時候 我咱們讓你醬的 我早晚有一天讓你老爸躺到我的床上 哭著喊棒 你這都看了20分鐘了 你到底買不買 這些款式都太普通了 還有沒有更好的 呦 就你一身地攤貨的窮屌屍 還嫌我們的鑽石塊是普通 買不起就別在這裝逼 別講我 直接把你們的滿天星鑽進到時候看看 那可是我們的鑽店之寶 你知道多少錢嗎 說出來你嚇死你 這鑽匯一定有個價格 但是你怎麼看 這不是陳語嗎 你怎麼來這幹嘛呀 呦 許公子您大家光臨今天看看什麼呀 我給您去倒杯咖啡 哎呀 你們新萌古堡的搭子 什麼叫的這麼厲害 連這種 臭送外賣你們都接待 送外賣都怎麼了 啊誰歸就送外賣都 我早就看出來你是個窮帝 沒想到竟然是個臭層外賣的 賣不起來就跟他們滾蛋 不要影響我們的貴賓購物體驗 說得好 我今天來啊 就是看你們那個蠻不知心做的店 趕緊拿到 行公子老 兩天現在走電話 我先就去打電話 讓你親自送過來 你們叫行龍東嗎 我還能夠吵架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文在你的狗眼看清楚這是什麼地方 我們這裡啊接待了 這不是 這地方根本就不是你的霊子 我才是這兒的 趕緊讓我看看他我心想 我覺得 我無心 這是 那這是我IB 呢 咱們居然哪 而 Antwort 旁邊的 看來以後啊 我們店門口在這個牌坊 窮人與狗啊不得如累 這形容路貌 怎麼會有你這樣狗眼看著那個服務員 不怕你在這裡幹不成 怎麼想不做了 你這樣的窮屁 我見得多了 你除了吹牛逼還會幹點啥呀 你的胸子 什麼 呆 不要 許公子我今天臨時有關重要的會議 我下次再 哎徐公子你別走啊 這裡一番雪就到了 你真是的三文星 還處在家到底嗎 還不該立功夫呢 我為什麼要走 我還等他沒了已經鑽街 你還在裝逼啊 輕度少貨的 我也不會讓你多看一眼 路上堵車往上去 徐公子呢 今天你徐公子有幾事先走了 你怎麼不早說 和我來跑一趟 你不是把貨的心送回去吧 再跟徐公子約時間 慢著 我讓你走 這鑽街我要了 你要吧 這位先生能問一下你是做什麼的 這名馬天青鑽街是我們的鎮店之寶 必須在星某珠寶消費五百萬以上 都有購買資格 經理你別理他 這個窮逼啊就是個特供外賣的 在這鬧事呢 設計就好了 把他給你揍進去 我們喝什麼 全球千輛五張的螺合黑毯 身價至少一百億以上 現在不能買了吧 可以可以 先生我這就為你服務 不用了 你就是這家店的總經理 是是是 我就是我想跟你投訴一下 你們這家店的服務員 以貌取 滿顧客 你個神秘 休眸豬 沒有你這樣狗眼看人家的勢力 再說 你該開桌 趕快抽筋 對不起請就請你 是不有小物足 不放不停 這個先生 人家人又大臉 就原諒我這一次了 現在就知道這好 去吧 啊 我把你放出去 先生 實在保險給您帶來了不好的公信 接下來給我薪資為你們 少可許 對這不是新毛珠寶總經理嗎 我會給他一支粉粉 讓他成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請問哪位是林宇龍小姐 一位先生讓我親自送一份女物給她 哇塞 这不是新萌珠宝总经理吗 怎么化成快递小哥了 能让新萌珠宝经理亲自送来的 肯定是个大人物 礼物肯定也很提前 我去 我去 这不是新萌珠宝的镇天之宝吧 这也太漂亮了吧 满天星算戒呀 这可是全球限量啊 四大三千多万 而且咱们成全球人 你还不是以前就能买到的 我就做这个东西 请问这是谁要你送的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说 李小远 很抱歉 我不能透露这方的身份 请人量解 另外 他让我转告您 他会给您一时反馈 让你成为全世界最新宗的一个人 我去太浪漫了吧 你也太幸福了吧 也不知道 谁也应付总经理有心 怕不是厌城的哪家贵公司吗 好 难道是成语 我自己的书都要给你 太强了 不过他想要可能晚点起这么多的东西 好 看了 明天睡了 我最近跟你合理的样子 我要让你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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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鱼翁 该吃饭了 这是我给你做的营养萨 都是你爱吃的 我放这里吧 我不饿 你心情不好 出什么事了吗 还是那个林珊珊又欺负你了 没有 那天自行萌珠宝的总经理 给我送来了他们的镇天之宝 满天分散见 真一言 我问你了 是不是你 放心 我们会去的 不过徐天一 我警告你不要打我老婆子足业 客气 曾宇 你怎么擅自做主啊 这说不定就是徐天一摆的鸿门宴 放心 其中 还有眼波 这小鸟简直熟透 这还他妈个味儿了 那当然了 我徐天一看上的女人必须是极品 不过被一个臭小丝睡了四年 老子想想我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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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住了 十分之后 重重有效 真他妈的 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来吧 是这样我先自罚一杯啊 哎呦哎呦之前呢 我们双方啊多有误会 这次叫二位过来呢 希望很够 冰释前嫌如何 来我再敬二位一杯 陈宇远别那么小气嘛 我敬你啊 你不会 打扰一下 请问卫生林玉柔小姐 外面有人招 不是 哎呀 这菜怎么还没上来呀 我去吃这菜啊 哈哈哈 小姐你找错人了吧 哎啊 救命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再晚了一步 我就被他给强奸了 怎么了 怎么起来 许给你什么我妈的 竟然给我还金的 你还干嘛是女朋友 你怎么想张嘴是吧 你女朋友自己瞅起来 我可别碰他 你妈的气 哎你脸上口吻怎么回事 还有 我女朋友死罚 他们破了 哥 我跟你说 这个人不是个长天犯 我能从庆把我拉进来 我身材好 让我让他爽一下 不然我就没脸见你了 还敢抢变 老子今天就要陌生女的做案工具 让你下位子 这么吹 哎呀 出什么事了 他们怎么抓着你啊 怎么了 陈宇哥 我就重新推了个菜的工夫 你这都干了什么呀 你不会是趁着酒后乱性 欺负着公家的吧 什么我都不认识什么 没什么想到想害我呀 啊你他妈的 有老婆你还玩我女人 我看他们想着还你玩我 我相信我老公不会这么做 肯定是误会了 误会个屁 那你看 我女朋友的黑丝袜 都让他撕破 好 啊我这个人最嫩的 既然你老公玩了我女朋友 你赶紧让我走 一块也换上黑色 让我撕着 你也耍一耍啊 等一下 就以后看 跟我这吹牛逼是吧 日安大队的陈队长 强奸未遂 吃了饭 吃了饭 喂人是啥 老北人 全是全年我的老朋友 希望我有发现的起事 赶紧把他抓起来 这肯定是我 我相信我老公会这样做的 你如果不信的话 可以去查电话 是不是误会你说了不算 监控就没有查 你根本就不是这样大队的 到底是什么人 所以 那我走上 好啊 你好大的胆子 你老婆说 这人大队 我这人怎么弄了你 啊 谁也你怎么这么黑 吴远你你怎么来了 敢在我天外楼窗 谁给你们的胆子 吴远 哎 这臭屌子啊 不地道 四岸猫天 他自己有老婆 他想搞我女朋友 吴远 我也是替吴远宁可 为咱天外楼 铲除社会独流 就是呀 吴远 他就是个臭流氓 他刚刚跟父母亲我 落我屁股 死我死了 我那么后 这才把治安大队叫过来的 什么狗屁治安大队 冒充 也不找个像的人 吴远海 今天这件事我是处理不好 你就别干了 是吧陈先生 陈先生 陈远 你到底是谁 是谁 刘鹏啊 你最近 听我说什么 是谁 陈远 陈先生 半句 这些家伙 你全家 请你绕着我的狗命吧 我操 今天的事 都是许天一 这是我干的 因为他想上 林玉柔 除掉陈云 才支持我自己 吴远吴远 你你别听他我不说 我我就不认识他 哎 许天一 你他妈少给我装孙子 什么天天 过这个局 知道你 我 人不胡说 许天一 你还有什么话 陈远 没想到你小子藏到够深的 我还真小看 你还认识 吴远海 没有 我的身份 你还不会知道 没一个窝囊费 你能有什么身份 你只要知道 我是你绝对惹不起的人 陈远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认识吴远海就有多年 我爸认识的人 吴远海牛逼多了 哈哈哈哈 他妈笑的 我笑你输足啊 你在我眼里 跟下去 都在臭臭 没有任何区别 吹 你接着吹 把我怎么怎么样 之所以这个小子 无非就是挣着你老子 你有几个臭钱 还有那点无辜流的门脉 一个电话 就能让你的家瞬间化为乌有 你都不说吧 老子到处你一样没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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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 现在有人欺负我 猎豹 徐天忆 你个年车 你他妈是不是又在外面过这事了 说 你这都不过最拿了的大老子 我哪是敢的 那些大老子我爸里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去折罪他们呢 刚刚严重商会通知我 老徐市集团被出名了 所有的合作伙伴全都没了 他有支付好几个一的配款 你他们到底招惹谁了 你们徐家 你这都不可能 你凭什么说是我惹的祸呀 你他妈还敢叮嘴 你是畜生 人家都点名造姓 徐天忆状怒 徐天忆 徐天忆 你涉嫌犯犯 你涉嫌严重的记忆犯罪 现在被执事屁股 我们走一趟吧 妈 徐天忆 现在你相信了吗 本来我不想跟你一般见识的 那你不知好歹 非比我出手 你最神的 你真神的 你再有个身材 赶紧 你怎么这么慢 你怎么发生的 既然会出现了 真神的 既然会出现了 你怎么会出现了 你怎么发生的 根本又要害得出现了 你们散步 你们不能闹人 喂哎叫做啊 我我我我自己愿意 我爸出事了 我去压高高给你投资过呀你呢 喂 我去压高高给你投资过呀你呢 喂 你 你去啊 我 我去家乔 吴兄弟 这就包子交给你了 可以出事 遵命陈先生 把这几个人都给带走 少主对不起我来晚了 请您治罪 起来吧 我没事 看你这成功出去的样子 发生了什么事 少主 龙君他 他不在了 龙后把龙君去这个消息押着 他准备自己来烟城 出去 你原来一直干什么 是不是来扯我的麻烦 龙后说 他想来看看他的儿媳妇还有孙女 这话你也信 那不是他魅惑龙君 害死我母亲 又陷害过将我赶住龙门 要不是玉蓉救了我 我恐怕早就不识荒言了 少主 那你准备如何应对 我自有分寸 你就要我之间计划的去办吧 是少主 承宇 你没受伤吧 是啊哎 徐天一跟那些坏人呢 没事 刚才你晕倒了 多亏你给我走 把那些人都带走了 林小姐你醒啊 真是太好了 刚才那帮歹徒都已经被人带走了 为表歉意 今天这顿给您二位啊 真是太谢谢你了 承宇你是怎么跟吴经理认识的呀 他刚才怎么对你那么光顷 我又几斤计量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也不太清楚 她又欣赏了什么主事 什么 说她先停工了 到底怎么回事 学家这么多都是 怎么他们说倒都倒了 真是废 二位你激怒啊 现在外面都在传 说徐天一是给林玉柔那个温达废老公办的 气死 看来以前是小看陈宇这个废 必须抓紧时间 破坏林玉柔和龙林药业的合作 不能便宜这个锦 我要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动了手脚 现在生产店不能启动 他合同的交货期马上就要到了 肯定得祭死 到时候看好戏吧 干得好 我就不信这个贱人他才能躲回去 你就放心吧 只要林玉柔不能按期交货 就要面临巨额的配偿 那时候他还不是认你白了 好 你给我盯好了 绝对不能让生产先恢复什么 没问题 他林玉柔又不懂生产先上的问题 就算进去了 他也看不出什么回事 行 那就好 只要把林玉柔这个贱人搞坏了 你绝对不会亏待 那我就 谢谢二表姐了 啊对了 以防万一找几个小混混的 在工厂门口等着他 只要碰到林玉柔 不可劲的问题 还是二表姐想的折腾 我真的去了 哼 林玉柔 这一次我要把你往死里的 玉柔 那几个混混看的来着不善 怕是有人恩终使坏 揍你来的 你电影看多了吧 别把别人都想的那么坏 这小娘们尝得真够味 要是把她睡了 愁你那点出息 钱得要 这女人该睡也得睡 行了 都支愣起来干活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当然是来找这位林玉柔大美女 你他没有谁 看净个老子鬼蛋 你们是什么人 找我想干什么 你就是厂哥副总啊 这位 这位 这位见报 我们来收点安全顾问费 对不起 我们是合法结合 这种费用是不会交的 请你们让开 啊 这林大美女的脾气还挺大 这四色其实这钱的钱的无所谓 啊 这样啊 你呢 就陪我们哥几个好好玩一玩 把我们最后手 这钱我就不要了 你们这是挑战拉索 我劝你们赶紧 否则我就给政安队打电话了 呦美女你好大的脾气啊 都把我吓的 我要个抱抱 鸭鸡 哈哈哈 我也抱抱 给你们一个机会 十秒钟内从我眼前消失 好 听他们嚣张啊 弟兄们 上把这个男的给我打死 把这个女的枪走给我轮了 啊 你快跑 啊 别跑 这我还没看主意 赶紧给我滚蛋 好 我们这就过这就过 这就过 慢着 回去告诉支持你们的人 有事从我折远 别再针对我老婆 好 我一定转告 一定转告 好 好 晓宇 你刚才好厉害啊 你一个人把他们都打倒了 哎呀我主要是怕受伤害 脑子一热就啥也不够了 这 我怎么没见过他 他叫赵雨祥 是我远房表弟 顺林姗姗把他招进来 负责管理生产线 啊 雨柔 我提醒你 生产线停工 说不定就是这小子搞的鬼 代表姐 你怎么来了 怎么好好的突然停工了 生产线的设备突然出了问题 我已经安排工人检修了 这可是全新的生产线 一直都好好的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问题 林副总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不相信我 我不是针对你 这批产品马上就要到交货期了 要是不能按时交货 咱们要面临巨额配仓 你我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那这生产设备会坏 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再说我已经第一时间 安排人去检修了 修不好 我也没办 你先带我去生产车间看看 实在不行 我可以花高价找专家来修 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恢复生产 我是管生产的 那设备怎么没修 那是我的事情 一看也看不懂 我没时间听说这些了 赶紧回吧 慢着 今天 我们必须要到车间看看 车间重地 闲人免贱 你是哪来的闲人 赶快滚 放屁 又有个是临时要业的副演战 你不是谁谁 你少拿副作才有意思吧 那你真的没怕 你根本还把副作业 该多钱 我先去谁 反正你们今天就是不能进去 我都要看看你这个莫娜会转饭吧 谁能 笑一下 你要是再这样听说 我现在就开启你 零部总好大的威风 我好胖 但是想开吐我 虽然说了也不算 今天生产现在又是修不好 你这个副总的位子 危险 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 是不行了 好了 睡觉病 平时爬上我大表姐的床 你有什么能力 兄弟们 我抄家伙上了 今天好好教训你 住手 不然我报案了 死定 老婆我帅不帅 我在关键时刻有点用 别嘚瑟了赶紧跟我去车间 老狗不等到 哎骂谁呢 没你说 大表姐 你真的不能进去 这是林董要求他 赵医祥 你少拿爷爷来押我 你不信如果他知道是在这车问 他还能做事不管 我让你进去真的是为你好 车间里面太危险了 你给我看看哪了 看来刚才揍你来是挺轻的 玥玥你少说牛逼 刚才是我大爷没有闪 再来一下试试放股把你打 你先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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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敢打我 哎呀 给我死你了 陈玥你冷静一点 你赶紧放开我 叫我会搞出人命呢 我总有 我总有 玥哥我错了 真是 没有挨打了 点罪呢 赵雨香 你跟我说实话 生产线到底有没有问题 你要是再干嘛 就别怪我让陈玥对你不客气 哎哎哎哎 玥玥姐 我说我说 是林珊珊指示我做的 她让我在生产设备上斗手脚 这样你的设备就没法如期完工 没法给林董交成啊 林珊珊 怎么又是她 玥玥姐 都是她逼我做的呀 她是我领导 这么霸道 我也不敢做啊 你知道我还有一大家的人等着我养活呢 你就是个一人吃饱全家活 什么人玩笑 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少看 做好你分内的事情 否则我分分钟让你点覆盖走人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一定好好抓生产 绝对不给您掉链子 知道就是 赶紧去吧 赶紧去吧 你放心我现在就去 你千万别开除我啊 你放心我再也不干这本带傻了 走吧 你放心我再也不干这本带傻了 刘晓姐 你不是说那林玉玉的老公是个废物 哪有那么能打的废物 你看 我这腿都快被他打瘸了 哎呀 报告我相信你 是这样吧 我再给你加十倍的价钱 我们在一起弄尿大 你快突然 我要知道他老公这么多 这我打死我我都不接 报告是人都软了 竟然打不过他 你咱们就 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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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派了陈宇吧 那咱们就单独对林玉柔下手 难道你就不想尝尝 编成第一玫瑰的笔 我给他想 这后我进来 十分钟之后 林玉柔会送这条路亲 到时候能不能处的 就要看你自己的事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 好 好 啊 好 啊 啊 行 啊 你们俩那个什么样 我 我画着 我就是要 这个时候还这样行 你要是不想让你老婆有事的话 就一个人到中郊废旧仓房 敢多带一个人 我就让哥几个把他轮了 然后把视频发在网上 好行 接着一个人来 我们就能让你 过了这个时间 我们可不能 哈哈 哎 想想一会就当个门老 那 本子想坏啊 这可真是和气情深 什么冲啊 这有些人将军队越精彩 啊 他的什么呢 柳柳柳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站住 你要是在咱们这能够的 我就在他这漂亮的小脸上 你别冲动啊 你别冲动啊 只要 毕竟 这 我还没看 你哥 是呀 我是救命啊 没有关我 哎呀呀呀 真是快点 你别冲动啊 我都已经很落呆了 找你 你 我 我 你 lig 你 你 都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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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 我也 你 你卻起碗 大美女 你說我要是當中你老公的面 哎 我 我配你 你卑鄙 我想嫁了 我卑鄙確實我不是 我沒有被炫耗 啊哈哈哈哈 這都是都是我的錯 見了 要不做做都可憐 這樣做的 現在知道夫人 那行 跪下 讓我看得出來一些 好 我跪 不要不要跪 你別打擾 我就是在羞辱你根本不會弄我的 啊 看來這林大美女 不僅很大老子也挺壞 沒啥 但是他還能走的話 我 我 我老婆老婆 你別管 女兒 我是不會走的 我答應過你的 我叫你出去 不就讓我跪嗎 我跪就是了 啊 哈哈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你不 我現在改 我現在改 主意 我要再讓他唱 抱他 別跟他廢話 讓我出去挑戰他手機和腳尖 把他承認真廢 哎 粗魯 你們這把 就是太學習了 根本不得我的小孩 看 真不知道 哎呀 我怎麼打 啊 跟我說 全身全都出來吧 進化 只能像狗一樣 別打 先生你們別再打 這樣就用我吃了命 你放開他 跟我做什麼都可以 好了 你又走不來 類似 包子還得留點力氣 女帽子 啊 重開我了我 哎呀 啊 哈哈 真白呀 我都有點過不及待了 誰 出來 我都煩了呢 什麼事啊 別怪我 先進去 好 讓我 你 啊 這好啊 晨宇 剛才 我都叫什麼 晨宇 難道 你今天是龍根 先離開這 去解釋 我給我跟妳解釋 少年 來這次來來 你出去 你夠不要 晨宇 你 晨宇 晨宇 你不是他 少子 要是你不敢 我知道就去他家 把他殺了我 這要走在便宜他們的 我要讓他們 有你認 爸爸媽媽媽你們怎麼聽得才來呀 我想死你們了 我現在病好了 能吃好多好的飯呢 少主 小主人的病啊已經徹底痊癒了 這不 天天喊著要爸爸媽媽媽 可不想和我跟老頭子在一起 搞得我呀 還有點 傷心呢 嘿嘿嘿 爺爺你說我花花 嗯 老頭兒 前面念出去完了 不會花咪媽媽媽 好了 念念追 然後看你 少主 我的藝術你還不放心 孩子得的用時不贏的 只不過是非容易着耽誤了而已 posts 好 紅燈 之前沒考慮過 這時候啟動 我四眼見了幾話 哎你們聽說了嗎 有位神秘富豪花了一個月 包下天宮酒店 說是給他女兒今晚過生日用 我聽說我媽也這也太奢侈了吧 做他女兒太爽了 乖女兒 今天也是你的生日 只可惜 爺爺從來不允許媽媽給你過生日 好 沒想到你的命還夠大了 這麼大的危機不讓你安然 黎莎莎 善有善寶 惡有惡寶 你放心 你的報應 誰找不到 你餓死了 我告訴你別高興太早了 適早有一天 我會把你在我家裡拿走的 全部躲 黎莎 想必你也聽說了吧 今天有個神秘富豪包下來給個寶寶酒店 一隻臉皮的過生日 你羨慕死我 別人過生日關我 我記得小爺種也是今天過生日 別人能為自己的女兒包下整個寶寶酒店 而小爺種 連過個生日都過了 冉莎莎 請你滾出去 喲 生氣了呀 你一個賤人憑什麼衝我發脾氣 怪就怪 你自己嫁給了陳女兒和黃浪費 生了一個短命的小爺種 活該 善善 我不想跟你吵架 沒事的話 請你出去 有事 給我把那份文件簽 好 這份文件連張都不帶 拿回去吧 哼 林玉柔 我等著 喂 趙芹 我想請你幫個忙 幫忙可以兩杯奶茶 你別朋友 今晚你有病吧 今天可是念念的生日 你明明知道林老爺子不允許玉柔姐給念念過生日 你是想氣死她呀 我不干 玉柔姐 我好久都沒有跟你一起吃飯了 今天下班後 我帶你去個地方包你喜歡 今晚恐怕不死我要陪念念 你把念念帶上呀 直到今天是念念的生日 雖然你不能給念念過生日 但是咱們可以聚在一起熱鬧熱鬧呀 也好來 耶太好了 哇 我問我這個真心今晚大白夜 大花 啊 我喜歡 不要 你給我一點點起來 哇 真的好別了呀 媽媽我好喜歡這裡呀 朵朵 這 這是天公酒店 你什麼意思啊 你幹嘛帶我來這裡啊 柳姐你別生氣 我跟你說實話吧 是晨宇讓我帶你來這兒的 他說今天晚上給你和念念準備了驚喜 哎呀你真是胡鬧他的畫面信 這是別人的生日宴會 我是不會帶在這兒的 啊 這又不是賤人 和小野種嗎 林珊珊 你說話注意一點 林玉仁 你說你這個賤人是怎麼想的 居然帶著小野種還天公酒店 該不會 是還想要生日宴的呢 你胡說 我女兒是不會從別人生日宴的 我們只是走錯了 我這就帶念念走 媽媽我不走我喜歡這裡 這可是別的小公主的生日宴 你也配來這裡 媽媽生日宴是什麼呀 念念怎麼從來沒過過生日 因為啊 你的媽媽是個賤人 爸爸是個廢物 所以啊 生下你這個小野種 是不配來一個人 你給我閉嘴 真是笑死人了 同樣是一天的生日 人家的姑娘就跟小公主一樣重心抵越的 我女兒 就是個來蹭飯的小野種 林珊珊 你只是個三歲的孩子 你怎麼能這麼惡毒的傷害他 一個野種而已 也就只有你把他當個寶 林玉柔呀 反正他也沒有幾天的活頭了 我要是你的話 他提前給他準備後面 你胡說你不去罵我媽媽 我不光罵你媽媽 我還要罵你爸這個廢物 廢物配賤人 還生下你這個小野種 簡直把我們林家的人都丟光了 林珊珊你給我住口 你要是再大八爺 我就跟你拼了 我爸爸是英雄 是天家最厲害的人 哈哈 真是笑死了 你爸爸還是大英雄 你爸爸連我再一條狗都不如 你生生生 我跟你親啊 玉柔姐 都是我不好 我不該聽成語的 他不讓你如此能看 咱們給你帶著念念走吧 想走 沒這麼容易 我今天就要把這個賤人 和這個小野種搬下來 把我往上去 讓他們看看 煙城第一美女 是怎麼到別人的生日夜上 湊飯吃的 在吵什麼